第1921章笑笔窟还难看 这一刻 不仅那位温文儒雅的中年强者脸色大变 就连那位老者 也都因为自己化而脸色大变起来 他们越想 越觉得有这个可能 这个大魔头 此刻就好像为自己等人好吃的 好喝的 待将自己喂胖之后 然后再进行斩杀 老夫活了数百年 难道今日真是老夫的死期 而且 还将要被这妖孽吞噬掉血液 魂魄而死 老者在心中暗暗说 不过他此刻已在心中做好了打算 若是这个妖孽真要吞噬自己的话 自己便自爆魂魄 自行魂飞魄散 嗯 而就在这时 盘西坐于石峰等人不远的老头 此刻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然后慢慢地起身 望向了石峰等人 看老头此刻的气色 伤势应该已经恢复地差不多了 跟着 老头恭敬地出声 对石峰喊道 我主 听到那道苍老略为沙哑 此刻听上去还有些虚弱的声音 石峰缓缓地转过头望向老头 说 过来坐吧 这里有美味佳肴 还有你想喝的绝月美酒 谢我主 老头谢道 当年喝了一口绝月美酒 老头这些年来一直回味着那香醇之味 如今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喝了 老头没有想到 身份尊贵的这位 竟然让自己过去与他同桌 而且经过这些时日 老头也已经逐渐发现 这一位 如今虽为凶名赫赫的杀神 但若是自己真心十亿地忠于他 他将不会亏待自己 前些时日 我告诉他天荒圣地的祖师与那个神战大陆有关 他便赐了我七星半神战绩 今后我若继续为他立功 他定然还是不会亏待于我 嗯 今后 我一定要好好立功 得到他更高的赏赐 一边朝着石峰等人走去 老头一边暗暗说道 跟着 老人走到了石峰的身旁 就在他的身旁入座 望向了此时此刻也坐于客桌的几位 火炎圣地的三位 他先前便见过两位九星半神之境的绝世强者 另一位为火炎圣地的火炎圣子 老头没有想到 自己此生 可以跟火炎圣地这样的三位人物坐于同一桌 而此时此刻他们望向自己这方之时 一副恭敬谦卑的模样 老头遥想当年 自己还是身为天荒圣地弟子的时候 天荒圣地也接待过一些古老势力的绝世强者 或者传人之类 那个时候 自己只有站在一旁 或是端茶地水的份 哪里会有今日这般风光啊 想到这 老头心中唏嘘不已 唯唯转头 又望了一眼身旁的那位 觉得自己真是跟对人了 当老头再而回转过头望向火域 雷灵等人之时 老脸之上旋即对着他们显露出了傲然之容 这是他老头跟随九幽魔主的骄傲 接着 老头甚至对他们显露出了不屑 雷灵 老头先前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修炼雷霆属性的青年 不过从他身上显露出的气势 以及武道之境来看 此人的来历与身份定然不简单 不过再不简单又能怎么样 还能跟自己身边的这位相比 在这位面前 如今在自己的面前 他还不是满脸的恭敬谦卑 这时一尊紫玉酒壶与一尊紫玉酒杯从石封的储物戒指中飘飞而出 轻轻飞落于老头的身前 问到了酒壶之中飘逸而出的浓浓香醇之味 老头猛地吸了一口啊 然后发出了一道极为舒畅的身影 仿佛已经陶醉在了其中 喂 确实是这个喂 没有错 绝月妖帝的绝月美酒 谢我主赐酒 谢我主 老头连忙又转过头 满脸激动地对时风暴全泄道 老头的激动 一 确实为绝月美酒而激动 二 其实是因为自己有这位新主而激动 不用这样 既然知道是好酒 那便好好品尝吧 石峰说 对着老头说完这句话后 石峰在而望向了火域 雷临四人 开口说道 怎么了你们 怎么停下了筷子 难道这桌美味不符合你们的口味 需不需要我叫那个福胖子再为你们换一桌 一听石峰这话 原本心事重重的火炎圣地老者猛然惊醒过来 连忙对石峰回道 不 不 酒 酒 幽魔主 这些佳肴很合口味 不必那么麻烦了 说着这句话 老者连忙将停下的筷子拿起 去加深前的美味 这位喜怒无常的主 谁知道他是真的要通知那个福胖子换一桌 还是要对自己等人做什么 而且 现在根本不是合不合自己口味的问题 这桌上的美味不错 只是自己 哪有那个胃口跟心情吃啊 不 真的合口味 石峰又问了这个老头 酒幽魔主大人 真的很合口味 不必麻烦了 老头很是认真的回答 你们呢 石峰又问向了其他三人 合 很合 很合口味 老大 老大 那位中年强者于火狱 也连忙点头回答说 雷琳也点了点头 嗯 那就继续享用吧 不过你们现在这样子看上去好像很不开心 好像家里死人了一样 既然是享用美酒于美味 那就要开心一点 石峰又道 听到石峰这话 只见火狱老者中年强者 雷琳 那看上去仿如家里死人的脸上 齐齐一咧嘴 对着石峰齐齐一笑 只不过这笑容 看上去很勉强 特别是那位老者 这老脸笑起来比哭还要难看 那种发自内心的笑 他们此刻真的笑不出来 见到这四张脸上显露出的模样 石峰连忙说 算了 你们四个还是别笑了 听到石峰这话 那四位的笑脸旋即消失不见 旋即又是那一副仿佛家里死人了一般 来 喝喝 大家开心一点 痛痛快快地痛饮一杯 来 这时 老头的杯中已经倒满了酒水 高举酒杯 对着前方那四位笑着说道 跟着 老头又转过头对石峰说 我主 属下敬您一杯 嗯 好 石峰点了点头 此时此刻 黑夜早就已经到来 只不过客间的天花板上 以及墙壁之中 镶嵌着散发着柔和白光的宝石 将这位客间照得亮如白昼 又一杯绝月美酒下度 石峰开口 问道 你们 可听过神战大陆 第1922章火炎老圣主 与神战大陆 神战大陆 神战大陆 听到石峰的话语 那四位清南这四个字 曾经跟随石峰的火域与雷铃 知道这位妖孽曾来自于另一个叫天恒大陆的地方 如今 他竟然又打听一个叫神战大陆的陌生大陆 而石峰问出神战大陆的时候 目光 主要集聚于那位火炎圣地老者的老脸上 以这位老头的根骨来看 足有活了几百年 几百岁的年龄 活得久的人 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多 或许 这个老头知道这个神战大陆的一些消息 这个神战大陆 在下没有听过 那位中年男子摇了摇头 回答说 看他这样子 不像是说谎 应该是真的没有听过了 本来石峰问出这神战大陆的时候 也没有指望他们知道这个大陆 也只是随口一问 前些十日在罪恶深渊的时候 当时大战结束 活下来的还有四百万之众 也只有身旁的这个老头 知道这神战大陆 四百多万人中 其中也有很多人活了无数岁月 而就在这时 石峰图见火炎圣地的那位老者 老脸忽地一动 仿佛想起什么 开口惊到 神战大陆 石峰玄疾从这张老脸 以及他的语气中获悉 这个老头 知道神战大陆 已知道神战大陆 这时 石峰玄疾开口 问这老头 老朽曾经无意间 听我火炎圣地上一带的老圣主说起过 老头道 跟着 他继续说道 老圣主曾跟我说过 他曾经 进入过那个神战大陆 神战大陆 那是一个万族灵力 强者灵力的世界 当年 我们的老圣主他已经是九星半神境的巅峰强者 但是进入那个神战大陆 在那神战大陆无数强者面前 就如同蝼蚁一般 当老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在座的几位 面色奇奇猛然大变 实在是火炎圣地这位老者的话语 太震撼了 万族灵力 强者灵力 就连九星半神巅峰的强者 都如蝼蚁 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吗 九星半神巅峰强者在无数强者面前如蝼蚁 那么便意味着 哪里 有无数的真神强者 这无数的真神强者 这将是什么概念 在蟒荒大陆 估计任何人听到这位老者此刻的话语 都将惊得说不出话吧 石峰听到火炎圣地这位老者的话 面色又是一动 他说的这话 与那卷卷轴中记载的情况很相似 那卷卷轴 是石峰打败罪恶三老魔后 获得的那道记载神战大陆的古老卷轴 跟着 石峰连忙又追问这位老者 说你们的那位老圣主 如今在哪 我们的老圣主 早就已经不知去向了 那一日 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无数年过去 他一直没有再出现过 或许 他又回到了那个神战大陆了吧 老者说 当时他便说过 他向往那个强者世界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 通往神战大陆的路在哪 石峰又问 当他问着这番话时 心中升起了一抹希望 听到这位老者说出他们老圣主与神战大陆 石峰感觉自己离那个神战大陆 仿佛又近了一步 我们老圣主 当时是与天荒圣地 以及其他一些古老势力的强者 一同进入的那个神战大陆 老朽当时听老圣主说 天荒圣地有一条密路 可通往神战大陆 老者又道 天荒圣地 天荒圣地 这一刻 石峰与老头 同时念出了这个名称 对于老头来说 哪里是一片熟悉的故土 而石峰 本就要前往天荒圣地打听 那个神战大陆 现在看来 这天荒圣地 是非去不可了 紧接着 石峰又开口问火炎圣地的这位老者 那条你刚才说的密路 位于天荒圣地哪里 这 老朽就不知道了 老者摇了摇头 回道 跟着又道 老朽刚才 已经将关于那个神战大陆 所知道的 全都告诉九幽魔主宁了 嗯 听到老者这话 石峰轻轻点了点头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位老者说的这些话 说了其实等于没说 不过对于石峰 这个老头提供的这些消息 可谓是至关重要 最起码他已经更加的确定 那个天荒圣地 那个传闻 他们先祖来自于神战大陆的天荒圣地 确实有通往神战大陆的密路 接着 石峰对那位老者在而开口 你所说的这些 对于本魔主来说很重要 本魔主祭你一功 不敢不敢 听到石峰这话 老者连连摇头 说 九幽魔主您想知道的是 老朽将这些告诉您 是应该的 老朽岂敢邀功啊 说着这 老者话音一顿 话风旋即一转 对石峰在而开口 只是九幽魔主大人 我三人从东荒跨欲来 这北荒 确实是有要事要做 您看能不能 老者越说到后面 声音变得越低 跟着静静地望着那一位 等待着他的回答 他确实不敢邀功 他只想这位杀神 放自己三人离开这里就可以了 石峰没有直接对这老头的话 做出回答 而是反问他们道 你们吃得尽兴了 老者连忙点头应声 很尽兴 很是尽兴 感谢九幽魔主您如此盛情的款待 这时 活玉也连忙开口 是啊老大 感谢你这美酒佳肴 小弟感激不尽 多谢魔主大人 中年强者也连忙道 接着 他们只见石峰淡淡开口 说既然尽兴 你们又有要事在身 那本魔主 就不留你们了 你们走吧 一听石峰这话 三人悬疾如灵 大蛇一般 这尊杀神 竟然真的同意自己三人离开了 不过紧接着 他们又意识到了另一层意思 这尊杀神对自己三人说走 会不会是要送自己三人上路的意思 会不会在自己准备离开的那一刻 他突然出手 将自己三人给轰杀 然后吸干自己的血液 吞噬自己的魂魄 一时间 火炎圣地的三人 却又有些犹豫了起来 实在是这尊杀神的心思 有些不好猜 见到这三人没动 石峰淡然的面容上露出了疑惑 问道 嗯 怎么 刚才你们急着要走 现在 又不急着走了 第1923章石峰的警告 听到石峰问不急着走了 火炎圣主那位老者连忙对他摇头 说 不 不是 这时 火域传音于火炎圣地那两位 说 师叔祖 师叔 以我那段时日对这妖孽的了解 他 应该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他既然让我走 应该不会再刁难了 这时 只见火炎圣地的三位 缓缓地站起了身 跟着 那位老者先对着石峰抱拳 说 那么 老朽就先告辞了 接着 火域也抱拳说 老大 小弟也告辞了 然后 那位温文儒雅的中年男子 也抱拳说道 在下也告辞了 嗯 走吧 石峰对着他们三人唯唯点头 应声 随后 火炎圣地的三位 恭敬地退出了这间客间 当客间的房门再度轻轻关上之后 火炎圣地三位 终于算是走出了那位妖孽所在的房间 这一刻 火炎圣地的三位终于暗暗地输了一口气 刚才还一直提着的星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地放了下来 真正地走出了那间客间 便也真正意味着自己三人 终于彻底安全了 天雷城不宜久留 速速离开 那位老者直到这一刻 老脸还满是凝重 开口对身旁的两位说道 嗯 听到老者这话 火炎与那位中年强者也满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 三道身影齐齐一个闪动 瞬间消失在了这房门之外 门口之前 旋即又只剩下了两位中年舞者 仿佛站在这里 守护着这间客间 身形一动不动 这两位 应该便是先前那个福胖子安排的人 火炎圣帝三位离开之后 坐于石峰对面的 支撑下了雷神圣帝的圣子 雷灵 此时此刻 雷灵看上去有些孤疾 单独坐着 仿佛孤灵灵帝被抛弃了一般 这时 雷灵再而望向了那位 再一次恭敬开口喊道 老大 嗯 雷灵原本还要继续往下说什么 正在品味美酒的石峰双眉再而阴影 也望向他开口问 怎么 你也要离开了吗 是啊 雷灵在一次满脸认真的回答 雷神圣帝之中 确实有很多要事等着小弟去处理 不 听到雷灵的话语 石峰又一声轻默 说 你既然那么忙 那你还离开你的雷神圣帝 这 听到这位这么一问 雷灵一时语色 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自己来天雷城 乃是接到了堂地雷米 在天雷城被人废了的消息 自己便急冲冲地第一时间赶来 却是没有想到 到达天雷城之后 得知废他雷米的 竟然是这位恶魔 若是知道 他雷灵哪里还敢来啊 见到雷灵这了一声后没有说什么 石峰在而淡然开口 说 听说白天里被本魔主吠的那位 是你堂弟 啊 听到石峰这话 雷灵啊了一声 不敢隐瞒 连忙回答道 是的老大 扯弟有眼无珠得罪了您 回去以后 小弟定然会好好管教 反正本魔主已经将他废了 你管不管教 也无所谓了 而且那样的人 你就算管教了 又有什么用 石峰说 啊 雷灵哪里敢反驳这位的话语 依旧满脸恭敬地轻轻应了一声 接着 只听石峰又说 这么说的话 你此次来天雷城 也是因为你那位堂弟了 本魔主刚刚在想 若是本魔主没有今时今日的战力 是不是已经被你们雷神圣地的人给杀死了 当石峰说到最后的时候 雷灵很明显地感应到了他话里的冷意 心神一颤 连忙又回答 怎怎敢 老大 我们雷神圣地绝不是您所想的这样 若是我雷神圣地弟子余有错在先 我们绝对不会袒护 而且 定然会延长 雷灵异正言辞地说 他话里的意思是 这一次是他堂弟雷米有错在先 就算废了他堂弟是寻常舞者 他们雷神圣地也不会袒护他 反而还会延长雷米 不 是吗 不过听到雷灵这话 石峰咧嘴 露出了一抹冷笑 说道 可本魔主当时见你们雷神圣地的圣主 就是一副兴师问罪而来的样子 见到本魔主 根本就没有问本魔主事件的起因 而这天雷城 可是你们雷神圣地的地盘 想必你们的那位圣主 早已从他人口中得知那见识的来龙去脉了吧 可他还是带着一帮人奥利落殃楼之上来找本手 这就是你所说的 你们雷神圣地弟子有错在先 也绝不会袒护 亏你在本少面前说的出口 这 这 老大 这 这时 雷灵更加的感觉到 这位妖孽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冷 听到他的这些话 雷灵更加的不知该如何作答 他说的没有错 这天雷城发生的一切 圣主雷藏自然早就知晓 可他却还是带着天雷城的一杆强者 奥利于洛央楼的上空 就在雷灵脸上显露出了一抹惊慌之后 时风又轻轻地拿起了那一尊紫玉酒壶 唯碑中又争了一杯酒 道 好了 继续喝酒吧 赤 赤 赤是 老大 雷灵旋即连连点头 跟着 他两只手一同捧起了身前的酒杯 对时风说 老大 小弟敬您一杯 嗯 好 说着这话 时风望了望身旁的老头与青岩 这一杯 你们也一起喝 赤 我主 好 老头与青岩回应 跟着 四人皆举杯 然后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持风将酒杯轻轻放落 再一次望向雷灵 好了 你既然那么想走 本魔主便也不留你了 如若见到你们那位圣主 便提醒他一句 天亮之前 本魔主若见不到神药 那么你们雷神圣地 就永远地在莽荒大陆上消失吧 天亮之前 本魔主若见不到神药 那么你们雷神圣地 就永远地在莽荒大陆消失吧 时风的这道话语 仿如魔鹰一般 顿时在雷灵的脑海之中回荡起 他的声音虽然很平静 也很平淡 可是听在雷灵的耳中 仿如一场浩劫 即将要降临 神药 真神之药 雷灵知道 就算雷灵身为雷神圣地的圣主 也无法私自做主 想将他给谁便给谁 但圣主雷灵 若还没有在天亮之前将神药带回来的话 第1924章时间到了 小弟明白 请老大放心吧 天亮之前 我雷神圣地一定会将神药带来 尽管对于雷灵取来神药 雷灵心中还是觉得有些玄 毕竟雷神圣地那些太上长老们 绝对不会轻易将神药交出 可是在这位妖孽的面前 雷灵还是对他信誓旦旦的保证 还是 将他的心暂时吻下来再说 嗯 本魔主也希望 你们雷神圣地最好不要做出蠢事 池峰说道 但请老大放心 我雷神圣地知道该怎么做 雷灵再一次保证说 不过此时此刻 他已开始在心中寒酸 下一步 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 如今雷神圣地将可能面临一场浩劫 自己要不要占先时间 为雷神圣地保存血脉 以至于不会彻底断绝掉 我雷神圣地的传承 雷灵觉得 自己既然身为雷神圣地的圣子 就有保存雷神圣地传承的义务与责任 不然的话 将会对于雷神圣地的列祖列宗 走吧 池峰说 听到这两个字 雷灵心神一颤 旋即站起了身 对石峰一抱拳 道 老大 小弟告辞 跟着 雷灵也恭敬地退离了这里 这间雅境的客间之中 很快就只剩下了石峰 清颜 老头三人 这时 石峰也缓缓地站起了身 对老头 对老头与清颜说 美酒美味 你二人继续享用 石峰 你要去哪 听到石峰这话 清颜旋即抬起了俏脸 问他 不去哪 就在这个房间 石峰说 当他说着这句话时 两块骨头碎片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两块骨头碎片 正是刻露了火玉与雷灵功法之物 如今哪些人都已离开 自己 也该接收这两位圣子的功法了 看看到底有何玄妙之处 先前火玉与雷灵 将这骨头碎片交给他后 石峰当时根本没有去验证 不过 他也确实没有必要去验证 那两个家伙 哪有胆子敢欺骗他就幽谋主 不 听到石峰的话语 清颜轻轻点了点头 石峰离开客桌 独自走到了一旁 不再理会其他 将那两位骨头碎片 同时放于他的美心之处 拳击间 一股股信息 不断地涌入到他的脑海之中 火炎神诀 雷神圣功 清颜与老头 从石峰离开客桌之后 注意力便一直集聚于他的身上 此时此刻见到石峰的动作 他二人更不敢出声 怕打扰到他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时间逐渐递过去 两块骨头碎片之中的功法 已被石峰全部吸取 接下来 便是靠他领悟了 不过以他的领悟之力 应该过不了多久 那两道功法便可以被他彻底掌控 到时候他便可以试验 这道火焰与雷霆 相生又相克的功法了 这时 石峰缓缓地打开了双目 望向了老头与清颜 开口问道 离天亮大约还有多久 这时 老头连忙对着那位站起了身 抱拳回道 丙我主 大约还有两个时辰 便可天亮 哦 还有两个时辰吗 石峰淡然道 跟着说 嗯 还有两个时辰 倒也不急 让他雷神圣地没那的胆子 胆敢食言 接下来 你二人继续 本魔主进入感悟 离天亮还剩半个时辰的时候 再换本魔主 石峰又说 下达了命令 属下明白 老头在而弓声回应 这时 石峰身形为动 盘膝而坐 就这样坐在了地面之上 双目为臂 然后进入到了感悟之中 这一次 石峰没有感悟五道 而是开始领悟火炎神功与雷神圣诀两道功法 石峰想过 这两道功法 若是按照猜想那样的话 自己今后的五道之路 将可以走出一条捷径 石峰又在老头与青岩的等待之中 在石峰的领悟中逐渐过去 忽然之间 哦哦哦 只听一道机鸣之声 突然从外头响起 听到那道机鸣之音后 老头心神一颤 玄机不敢怠慢 根据如今时节 仔细推算时辰 仅跟着老头便已算出 此时此刻 离得天亮 已经不到半个时辰 这时 老头连忙对着石峰锁在那方功声唤道 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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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老头的轻呼 石峰闭着的双目再一次缓缓睁开 望着老头 问 怎么 石峰已到 属下该死 老头连忙自责道 刚才由于属下一时疏忽 未能完成我主交代之事 现在离天亮 已经不到半个时辰了 哦 已经不到半个时辰了 听到老头这话 石峰眉头一皱 见到这位皱起了眉头 老头还以为他已动怒 连忙又说 全是属下的错 属下甘愿受罚 请我主 降罪 说着这话 老头双膝一弯 已经朝着那位跪下 待石峰回过神来的时候 竟已见到老头 投扣地面拜倒在地 忙道 起来吧 本魔主没有怪你 石峰刚才皱起眉头 确实没有生气 而是如今离天亮 已经不到半个时辰 他雷神圣地的人 竟然还没有来 难道他雷神圣地 已经忘记了自己所说 还是说 他们真的以为 自己不敢去 学习他雷神圣地了 想到这些 石峰的面目逐渐地冰冷了下来 盘歇而坐的身躯 缓缓地站起 多谢我主开恩 多谢我主开恩 听到那位说不怪自己 老头连忙朝他叩谢 然后拜倒的身体缓缓起来 而当这老头刚站起身的时候 便听到那位又出声道 准备一下 那我们去那雷神圣地走一趟 雷神圣地 原本石峰是给过他们机会 只要他们交出神药 先前的一切便不再计较 而如今 是他们不好好争取这一次机会 非要这位去他们雷神圣地走上一趟 这一趟 神药自然必取 而那神器 自然也是要取 人 该死的 自然也是要死 我主准备亲自前往这雷神圣地了 听到石峰这话 老头的老脸旋即又是一变 双目一睁 活到他这个岁数 他自然明白这位若亲自前往这雷神圣地 将意味着什么了 雷神圣地 这个庞然大物 一粒满荒大陆无尽岁月下而不倒 如今看来 也该到头了 第1925章 神雷海 话说另一边 自雷神圣主雷葬离开天雷城后 便以最快之速赶回雷神圣地 跟着 雷葬什么都不理会 直奔雷神圣地一处密地 神雷海而去 神雷海 处于雷神圣地一座叫神雷峰的悬崖之下 站立神雷峰若是低头望去 会看到下方无比狂烈的紫色雷霆狂猛汹涌 仿如一片无边无际的狂猛海洋 延伸向无尽远处 只不过这海洋不是由海水组成 而全是爆裂的紫色狂雷 光站在这神雷峰上观看 都可令寻常人感到浑身发毛 心惊胆战 仿佛自己的身体随时都要被毁灭掉一般 而雷神圣地圣主雷葬 正奥立于神雷峰之巅 俯视着下方 紧跟着便见他身形移动 瞬间闪入到了那神雷海中 尽管雷葬乃是修炼雷霆之力的爵士强者 但还是不敢轻易以肉体硬抗雷海 运转神雷秘法 口吐一口神秘紫色雷珠 悬浮他的头顶之上 以一股奇异的雷霆力量 护住他的周身 一入神雷海 雷葬的身形便在这神雷海中急速穿梭 不过瞬息之间 雷葬便来到了这片神雷海的最中心处 身形一顿 玄吉双手抱拳 弓声喊道 雷葬 拜见诸位太上长老 雷葬 雷神圣地圣主雷葬 竟然还要向人拜见 雷葬 虽为雷神圣地的圣主 但是在几位太上长老的面前 他还是晚辈 雷神圣地 最为讲究辈分 而就在雷葬的声音响起 只见他的上方 玄吉浮现了五道仿若虚幻 虚无缥缈 有些不太真实的身影 不过这五道虚幻的身影 确实散发着绝世雷霆之威 给人的感觉就跟这片神雷海一般 无穷无尽 汹涌澎湃 这五位 皆是九星半神巅峰之境的强者 离传说之中的真神之境 仅差一线 这五位的气势 给人的感觉与那罪恶深渊的三老魔都不相上下 雷葬 这时 一道苍老威武的声音 在这片神雷海中滚滚响起 那道苍老威武的声音还未落下 立即又在响起 你来神雷海找我五人所为何事 难道雷神圣地有大事发生 确实 遇到了一件事 雷葬开口回道 说吧 接着 又有一道苍老威武的声音又响起 这道滚滚响起的威武之音 与刚才说话的太上长老 不是同一位 不过他的语气很是平静与淡然 仿佛根本没将雷葬所说的释放在心中 雷葬说 天雷城 来了一个人 与我们雷神圣地的一位弟子犯了冲突 如今 他想要我们雷神圣地交出真神药 才肯善罢甘休 什么 什么 当雷葬的那番话响起 一道道苍老威武的惊呼不断回响 雷葬 老夫没有听错吧 要我们雷神圣地交出真神药 他才肯善罢甘休 雷葬啊雷葬 我们雷神圣地这些年交到你的手中 难道沦落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雷葬 你怕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来这神雷海 是为取神药而来 雷葬 你身为我们雷神圣地的圣主 你可真是给我们雷神圣地长脸啊 雷葬自然听出了这道道苍老的声音中 带着冰冷愤怒 这语气仿佛怒自己不争 诸位太上长老请听我说 雷葬玄吉在而开口 解释道 此人真的不一般 就在不久之前 罪恶深渊的三位老摩 皆已死在了此人的手中 而且他可是一亿人之力 杀的那三位 雷葬此话一出 随即又响起了振振惊呼 三老摩死在了此人的手中 三老摩死了 三老摩死了 此人到底是谁 他什么来历 竟然杀死了罪恶三老摩 以一人之力 杀死罪恶三老摩 接着 又是震震惊呼声响起 这一次 声音之中透着难以置信 从这五位的语气之中 看来他们对那三位老摩都是有所了解 听到三老摩的死讯 从他们的语气中便可听出 很是震惊与意外 此人的来历 没人说得清 众说纷纭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来自于哪里 不过他杀死罪恶三摩主的事 确实千真万确 不仅如此 罪恶三老摩死后 罪恶深渊的十大摩将 号召了罪恶深渊千万五者前往讨伐死人 结果 十大摩将 还是败了 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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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这五位太上长老 又是发出了震震惊呼 这一次的惊呼声 仿佛比听到罪恶三摩主的死讯还要震惊 跟着 有位太上长老开口说道 莫非 那十大摩将未取出封印的那件东西 接着 另一位应道 应该是了 若是取出 又号召千万五者 他十摩应该不会败 嗯 嗯 嗯 随后 没有说话的那三位也跟着点头 而这时 雷葬确实又开口 道出了真相 我得到准确的情报 十大摩将讨伐死人之前 十人已共同前往了那处密地 取出了被他们封印的那件邪恶之气 也因为十大摩将的那件邪恶之气出事 那一战 千万五者在邪恶之气下死伤惨重 而那一战之后 此人已成为了罪恶深渊新主 自封 九幽魔主 这 这 这 听到雷葬这句话 这吴格老头 已经经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诸罪恶三魔主 拜十大摩将 自封九幽魔主 他们真的想不到 这世上 竟然还有这样的存在 曾经 天下无数古老强大的势力联盟 讨伐罪恶深渊 他们也参与过讨伐之战 对于罪恶三老摩及十大摩将 他们也自认了解颇深 当年 那么多是力联手 都未铲除罪恶深渊 铲除罪恶三老摩与十大摩将 但是雷葬所说的那个人 却是以一人之力 做到了 这 这 这到底是何等存在啊 莫非此人 乃是远古时期存活下来的绝世强者不成 不然的话 如今世上 哪里还有这等人物 有位太上长老又开口说 嗯 应该是 此人的境界 想必已经步入了传说之中的真神之境了 第1926章神药 谁不心动 没有想到 我们莽荒大陆 真的还有真神强者存在 就在雷神圣地五位太上长老 纷纷出声点头的时候 雷葬 再而道出了深深震撼着他们心脏的真相 诸位太上长老 此人的根骨我仔细看过 他的年龄 不过在十八九岁而已 而他的五道境界 只在七星半神之境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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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雷葬 你开什么玩笑 五位太上长老 语气之中透着完全不相信 实在是雷葬说的话 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十八九岁的年龄 诸杀罪恶三谋主 拜十大谋将 这个世上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 若真是这样 自己五人与他相比 岂不是修炼都修狗伸上去了 可是雷葬说仔细看过他的根骨 确定为十八九岁的年龄 这容颜可以助言 可这人的根骨 无法掩藏啊 而且这雷葬还说 他的五道境界 只在七星半神之境 七星半神便可做出如此逆天之举 自己五人多年不出 难道这个世上 已经变得这么疯狂了吗 听着这五位太上长老们满是不相信的语气 雷葬满脸诚恳地说 诸位太上长老 我所说的话句句属实 确实没有造假 当时 他开口索要我们雷神圣地的真神战器 是在我再三恳求之下 他才降低了要求 索要神要 就在我离开天雷城的时候 他留下一句话 天亮之前 他要见到神要 不然的话 我们雷神圣地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雷葬的话语 虽然发生天雷城的过程 稍微改变了一下 不过大致上 确实差不多 他 他真的是这么说 有位太上长老开口 要是先前的话 听到有人索要神要 听到有人说 他们雷神圣地 没有存在的必要 估计这位太上长老早就发出了怒然抱喝 而如今在雷葬对他们说了那一位后 他没有发怒 苍老的话语 仿如已变得有些凝重 这 这 这个 接着 其他几位太上长老纷纷出声 语气皆跟刚才那位太上长老差不多 除了 除了凝重之外 仿佛 还有担忧 神要 绝对不可以交出 这时 一位太上长老满事坚定地开口说道 是啊 神要绝对不能交出啊 接着 又有一位太上长老开口道 我们五人的所有希望 都寄托于这神要之上 若是神要不在 我们的五道之心也将绝对不稳 至此 我们将根本没有一丝希望步入那等境界了 可是神要虽然至关重要 若是不交 若是那一位真的找上门我们雷神圣地的话 哎 这该如何是好啊 这一刻 五位太上长老 终于有了小分歧 有三位 那是铁了心不想交出神要 有两位 心中担心雷葬口中的那一位到时候 自己这雷神圣地 将免不了迎来一场大浩劫 诸位太上长老 听到这五位太上长老的话语 雷葬在而抱拳 对他们说 神要若是不在 我们今后还能想方设法再寻找 可是那尊杀神到时候杀上我们雷神圣地的话 那么我们雷神圣地 可真就完了 到时候 我们不仅丢失神要 还要丢失我们的真神器 我们雷神圣地 将生灵土炭啊 这 这 这听到雷葬的话语 诸位太上长老又犹豫了起来 而就在这一刻 只听一位太上长老猛然一喝 雷葬 不要再在我们面前谣言惑众 神要 我们是绝对不能教 你们几位仔细想想吧 这个世上 哪里真的有那样的人物 十七八岁 七星半神 杀罪恶三魔主 拜十大魔将 这雷葬 身为雷神圣地的圣主 根本就是在这里 对我们胡言乱语 不过那位太上长老虽那么说 却还是有一位太上长老担心说 可若是真的呢 那岂不是 而就在这位太上长老话没说完 那位太上长老旋即又不屑地说 你这老家伙 你觉得真有这个可能吗 你们几个老家伙都仔细想想吧 这个世上 真有这样的人 可能吗 这 跟着 那位发出猛然大喝的太上长老 又对着下方的雷葬说道 雷葬 一本作看 是你别有用心 从刚才到现在 你就在维言耸听 什么九幽魔主 你就是想从我们这 骗取神药 听到那位太上长老的话 原本对着他们太上长老 一直保持恭敬的雷葬 唯唯恭着地身挺了起来 也旋即硬气了起来 道 诸位太上长老 我雷葬 身为雷生圣地圣主 我又何必要骗取神药 雷葬 你有什么目的 只有你自己知晓 出句实话 神药 天下何人不为之心动 就是本作 也是心动无比 要不是我们五人互相制约 这神药 或许早就不知 落入到哪个人的手中 你们几个扪心自问 这神药 你们心动否 啊 这 本作确实心动 要说对这神药不心动 那绝对是假的 对神药 这还需要说吗 听到那位太上长老的话语 其他四位太上长老纷纷应声 这雷神圣地五位太上长老 虽然在这一起很多年 说是在神雷海中修炼 守护真神之药 但他们话里的意思 原来除了修炼 守护之外 还一直相互制约 真神之药 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无比重要 如今他们五人 借助着这神雷海 借助着那神秘的真神药修炼 因为借助那真神药修炼 对步入更高之境 才有着一线希望 不过他们自然早就是想过 若是自己可以将神药吞服 步入更高之境的话 希望绝对会更大 只是这五位谁会愿意将唯一的神药让他人吞服 谁不想自己吞服 谁不想自己步入那等境界 暴示天下 诸位太上长老 我雷葬一生光明磊落 绝对没有其他的目的 绝对没有将神药占为已有的私心 而且我雷葬在此发誓 我刚才所说的话确实是句句属实 随着时间的过去 雷葬的心也逐渐低急了起来 若是天亮之前他们无格老不死的环不肯交出神药的话 第1927章天恒大路 幸运大劫 雷神圣主雷葬 心中已经变得越来焦虑 毕竟今日是自己不长眼 去惹那尊沙神 还说那尊沙神狂妄自大 雷葬心中自然后悔 后悔自己听到天雷城主雷玉的传音后 便亲自去了那座天雷城 惹下这么一场因果 要是自己不去天雷城找那尊沙神的话 就没有他逼迫雷神圣地交出神药的这些事了 嗯 说的没有错 这个世上岂有这样的存在 十八九岁 七星半神 拥有那等爵士战力 雷葬的话 确实值得怀疑 这时 一位太上长老淡然开口 说 嗯 跟着 其余的太上长老也都深思过 也都觉得雷葬的话确实是夸大了 可信度不高 纷纷点了点头 这 见到五位太上长老都变得如此 雷葬脸上的焦虑之色旋即变得更甚 感觉再过不了多久 天真的就要亮了 雷葬那颗焦虑的心已经跳动地越来越厉害 焦急道 你 你们若是真不将神药交出 若是惹怒了那位 那可真的晚了啊 而雷葬发现 自己此时此刻在说这话 上方的看似虚无缥缈的五位 已经完全不理会自己 他们觉得这个世上根本没有那样的变态存在 可是那个变态 确实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这个世上啊 天恒大陆 圣龙城 自从那位爵士大帝九优大帝 在圣龙城立了拥有他武道意念的武道碑后 每日都有舞者从天恒大陆各地到来 涌入圣龙城中 感悟武道碑 这段时日 确实也有无数舞者 从这五道碑中大有所获 传闻更有一位九星爵士五帝 感悟这五道碑后终于跨出了那最终一步 步入了传闻之中的神迹之境 而今日 就在刚才 这片天地不知发生了什么 图现异象 原本还一片明亮的天地 瞬间沦为了黑暗 夜幕降临 圣龙城中 一个个抬头望天 议论纷纷 此意象 莫非有绝世妖魔降临圣龙城不成 有可能 九幽大帝在圣龙城中留下五道碑 这段时日 也有不少邪魔妖物到来 感悟五道碑 如果真是邪魔妖物 能令天地变色 此邪魔 定然不简单啊 按我说 五道碑是我们九幽大帝留下 应该只有我们人族才可以感悟幻想才对 这些邪魔妖物 应该不让入圣龙城 说的也是啊 这些邪魔妖物 可是我们人族的危害 他们若从五道碑中所悟而变得强大 那我们人族便将不安住呢 可是天下还有传闻 九幽大帝立下五道碑的时候曾规定 不管哪族生灵 只要对五道碑行三拜九叩拜失礼后 都可感悟五道碑啊 天地异象的出现 也有很多人感觉到了这片天地的异常 此时此刻 这片天地仿佛就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没有一丝风 令人感觉到很是压抑 莫非有大浩劫将降临圣龙城不成 感受到浑身不适 有舞者让道 看 你们快看 这是什么 顿时间 圣龙城中又有人发出了惊声大呼 用手指着漆黑的夜空 这个时候其实不用那一位提醒 已有无促人注意到了夜空之中的震撼一幕 此时此刻 漆黑的夜空突然亮了起来 夜空之中 竟有无促颗流星一同滑落 各自拖着一条条长长的皮链 密密麻麻的流星群 速度之快 眼看离得这圣龙城越来越近 这 这些流星 全往我们圣龙城杂落而来 有舞者发现了这流星群的移动轨迹 玄吉大声惊呼说道 怎 怎么会这样 莫非圣龙城 有什么奇宝吸引这些流星群轰杂而来不成 管他什么奇宝啊 还不快逃啊 如此流星群一同砸下 就算是五帝强者 也得隐恨了吧 快 大家逃命 想要活命的就逃 眼看真有浩劫即将降落圣龙城 一道道惊呼之声不断响彻 五道被屹立于圣龙城最中心 中心处舞者集聚的人数最多 此时此刻 玄吉朝着四面八方狂猛涌动 圣龙城 一下子变得无比混乱起来 也有舞者催动全力想破空而逃 不过如今的圣龙城 已被新的圣龙城之主 萧天意布下爵士大阵 压制一切舞者破空 如金龙冲天般的巨大建筑圣龙殿之巅 一道身穿白色宽松束脸衣袍的男子傲然而立 长发与身上的白色衣袍无风飘动 抬头仰望夜空 这位男子 自然便是如今圣龙城之主 天下第一束脸大师 萧天意 这一刻 萧天意对于圣龙城的混乱仿佛根本不去理会 凝视着夜空一悔而后 只听他一声轻难 这丫头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萧天意低头 灵魂之力已经进入了脚下的圣龙殿内 萧天意 自然明白此天地一向源自于哪里 他先前便知道 这位出自灵家的丫头 乃是身怀促万年前第一强者灵武大帝才拥有的先天灵体 先天灵体 本就是变态之体 此时此刻确实没有想到 这丫头 不过从九星五圣之境步入五帝境而已 竟然引来了如此大劫 星陨大劫 星陨大劫 便是说那位丫头突破境界 就连星辰都为他陨落 这种劫难 只存在于远古传说之中 如今却是没有想到 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这位丫头的身上 而且 还是他只不过步入五帝境而已 这丫头不过刚步入五帝之境 传说中的星陨大劫 他能抗住吗 说着这番话时 肖天忆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担忧 师父临走之时 可是将这位丫头亲手交托于自己 他可千万不能发生意外 不然的话 自己今后还有何颜面再见师父 而就在这时 肖天忆突然感应到了脚下船来异动 紧跟着碰壁一声爆响之音响彻而起 只见一道娇小的倩颖从圣龙殿内狂猛冲出 直接冲破圣龙殿房顶 掀起无数碎瓦碎石 目屑狂乱飞溅 那道倩颖刚于肖天忆的视线中出现 便直接冲向苍穹而去 毅然决然地迎向了降落而下的狂暴流星群 池玲 这是要去度那星陨大劫 第1928章他来了 池玲 小心 肖天忆冲着那道急速升空的倩颖喊道 他要度节 自己也帮不了他 要度过这星陨大劫 只能靠他自己 星陨大劫虽然凶险 但如此远古传说之中的大劫如若被他度过 那么他 必将一飞冲天 降落而下的流星群离得圣龙城越来越近 离得那道娇小的倩颖越来越近 与肖天忆的视线之中 那道倩颖转瞬便被流星群吞噬 石灵的劫难 正式开始 往荒大路 雷神圣地 神雷海中 到的此时此刻 无论雷葬这位圣主在说什么 那五位太上长老都已对他不再理会 已经摆明了态度 神要他们根本不会交出 完了 完了 这下雷神圣地 真的要完了啊 圣主雷葬 早已推算出如今已是天明 而自己 已经失信于了那位爵士妖孽 这一刻 雷葬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昨日得罪了那位妖孽 而要导致雷神圣地降临爵士大劫 他雷葬 将成为雷神圣地的罪人 紧跟着 雷葬在而抬头 望向了上方那五道虚幻的身影 冷然开口嘲讽道 你们无个啊 你们就紧抓那诸神要不放吧 却不知道 如今我们都大难将至了 我雷葬固然有大罪 但你们 也是将雷神圣地葬送掉的罪人 哈哈哈哈 到时候 看我们怎么面对 列祖列宗们吧 哈哈 哈哈哈哈 雷葬说着说着 变得有些癫狂 竟然就这样仰着头大笑起来 哼 装模作样 一道苍老不悦的冷恨旋即响起 跟着那位太上长老道 竟然还在这无言乱语 看来我们这雷神圣地的圣主 也该换一换了 嗯 没错 没有想到这雷葬 竟是这副模样 确实无法再继续升任我们雷神圣地的圣主了 待下次祭祖大典 我们五人便一同出关 向天下人宣布吧 嗯 下次祭祖大典 哈哈 哈哈哈哈 当雷葬听到刚才那道苍老的话语之际 又仰天大笑了起来 说 我们雷神圣地得罪了那位妖孽 没有履行那位妖孽的沉默 难道你们还认为 我们雷神圣地 还有下一次的祭祖大典 哈哈 无知啊无知 你们五人躲在这里多年 根本不知道如今这天下的局势 哼 妖言惑众 又一道苍老威严带着冰冷的横声响彻 而就在这一刻 东 突然之间 一道滚滚忠明之声 突然响彻而起 这道诡异的忠明听入这六人的耳中 仿佛是从四面八方传来 在那道忠明之下 他们身处的这片神雷海 突然变得异常的狂乱 仿佛一条条雷龙突然狂乱奔腾起来 这一刻 只见雷脏的面色 忽然发生了猛然大变 双目瞪大 道 这道声音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哪里来的声音 这道声音 这 这究竟是何七五发出 神 神气 紧跟着 一道道惊呼 再而从这五位太上长老的嘴中呼出 我们雷神圣地 有大地道来 哈哈 哈哈 这时 五位太上长老忽然又见到 下方的圣主雷脏 又满是癫狂地大笑 大笑道 来了 哈哈 终于来了啊 听闻这位 身怀的其中一件真神战器 便是一口惊中 我们雷神圣地的大劫 终于到来了 哈哈 哈哈 这一刻 雷脏不断地开始大笑 逐渐地 上方的五位长老 也终于从这雷脏今日反常的举动中 意识到了不妙 又想起了他刚才所说的那番话 他口中的那位爵士妖孽 就幽魔主 难道雷脏真的没有说谎 难道真有那一位九幽魔主 一位十八九岁的七星伴神如此变态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走 我们出这神雷海看看再说 看谁那么大胆 敢闯我们雷神圣地 嗯 走 走 接着 想起了一道道苍老的低喝 刚才还悬浮于雷脏上方的五位太上长老 齐齐而动 转瞬之间 便消失地无影无踪 雷脏还是抬着头 像是望着这片神雷海 又像是凝视着这五位太上长老刚才所在之处 那位平日里威武爵士的面容上 露出了一抹击苦 紧跟着 便见他雷脏的身形也是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这片神雷海的最中心处 咚 震耳欲聋的忠明之音回荡天地 无比狂暴的音波之力朝着四面八方席卷 接下来 便是阵阵凄惨的痛叫之声 四面八方无数道身影 便在这音波力量下暴裂开来 天地之间残枝断壁乱飞 浓郁刺鼻的血腥味 顿时弥漫着这片区域 此时此刻 石峰与青岩老头一起行走于雷神圣地一片广阔的紫色广场之上 三人缓步行走着 凡是朝着他们冲杀而来的雷神圣地舞者 接身陨 朝着他汹涌而来的死亡之力 血液魂魄 自然又是被石峰吸入到血石碑的空间中 石峰催动天地神中一波杀戮之后 后方存活下来的舞者们 顿时停止了前进的身形 就在刚才 估计已有数百名师兄师弟们身亡 其中更有一位境界步入了八星半神境的圣地护法 特别是那位护法 如此强大令众人仰望的存在 竟然都在那道音波力量瞬间而亡 这来的 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是什么人 擅长我们雷神圣地啊 好 好恐怖 这三人 到底是何等存在 而就在这时 行走于广场的石峰淡然开口 说 谁再敢妄动 便是死 本魔主在此宣布 从今往后 网荒大陆将没有雷神圣地 谁若敢再自称雷神圣地的人 便是死罪 谁若敢再自称雷神圣地的人 便是死罪 如此嚣张狂妄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久久回荡起 传入到了这里每一位雷神圣地的弟子耳中 当听到那道话语之后 一位位雷神弟子的面容 顿时发生了狂猛大变 雷神圣地 自远古时期白衣雷神亲自创立后 在莽荒大陆已经经历了无尽岁月 这无尽岁月以来 估计是第一个人 敢在雷神圣地说出这么嚣张无边的话语 第一九二九章 孙女被先奸后杀的三长老 哪里来的东西 竟然敢在我雷神圣地如此放肆 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语 该千刀万寡 诸灭九族 雷神圣地之中 忽然一道怒然暴喝之声暴响而起 当听到这道怒然暴喝 雷神圣地诸人纷纷转头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过去 三长老 是三长老出现了 终 终于 终于来了位九星爵士强者 他们 竟敢擅长我们雷神圣地 在我们雷神圣地乱杀无辜 而且还说出那等狂溺的话语 简直是太不将我们雷神圣地放在眼中了 他们 你应该死 嗯 没错 我们雷神圣地 天才强者如云 就是九星半神强者都是不少 不是什么人 都可在我们雷神圣地放肆的 如今已有三长老这位绝世强者被惊动 也有不少师兄弟们前往禀报门中的绝世强者 后面 我们雷神圣地的绝世强者 必将会陆续赶来 这三人 绝对是死定了 而他们的结局 或许真要如三长老所说 诸灭救足 你们有没听说 就在前几日 三长老的那位宝贝孙女雷蕊 在天雷城被先奸后杀了 有 我有听说 此事确实是千真万确 为了那件事 圣主前几日都亲自去了一趟天雷城 嗯 我也知道 而且我更得到了小道消息 传闻雷蕊 其实并不是三长老的亲孙女 而三长老之所以将他抚养长大 是准备等待日后自己亲自享用 却是没想到 被那个禽兽给结族先登了 若真是那样 那可真是太气人了 是啊 所以说 这几日 三长老的怒火 一直处于巅峰状态 而那三个人 竟然来我们雷神圣帝闹市 等一下看看 这三人怎么死 雷神圣帝众弟子们 望着出现的三长老议论纷纷 雷神圣帝三长老 身穿紫色长袍 老脸之上满身怒气 仿佛吃了炸药一般 身形急速而动 朝着行走广场之上的三人狂猛俯冲而下 广阔的广场 时封三人依旧在缓步行走着 依旧一脸的淡然之容 看这三位的模样 仿佛根本不将冲下来的那位三长老放在眼中 而自己出现 这三人竟然还是如此 令得本就发怒的三长老 旋即发狂 一声爆喝 通通给本座毁灭吧 砸碎 说着这番话的同时 三长老右手长掌 朝着下方时封三人所在的广场 猛然拍下 一道雷霆剧长显现 如同一道巨大的苍蝇拍 狂猛拍打了下去 九星半神强者的轰击 当雷神圣地弟子们见到那道巨大雷掌之际 脸色猛然大变 发出了惊然大呼 无数弟子在这一刻 凝视着那道巨大雷掌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站斗了起来 简直到了心惊胆战的地步 实在九星半神强者的一击 太恐怖了 如此强大的一击下 那三个人 还能存活下来吗 无数人的脑海之中 不由自主地冒出了这个念头 反正他们自认为 若是自己身处于如此攻击之下 必然是灰飞烟灭 哼 而就在这时 悠闲行走的时风忽然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恨 没有人知道这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见那道即将要轰击到广场上的雷霆剧长 突然消失地无影无踪 而原本行走于雷霆剧长下方的三人 继续在悠闲行走着 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三长老的攻击 雷霆剧长呢 消失了 三长老的攻击怎么消失了 谁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啊 莫 莫非 是这三人在无形间破掉了三长老的一击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三长老 那可是九星半神境的绝世强者啊 那可是三长老的愤怒一击啊 见到雷霆剧长消失 一位为雷神圣地的弟子 玄机又是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然大呼 紧跟着人们又响起 先前那位五道境界步入八星半神境界雷绝护法 便是死在这几人的手中 怎 怎么可能 这一刻 要说最为震惊的 必然是那位三长老本人 自己的攻击 竟然就这样被破去了 呃 紧接着 雷神圣地众弟子们又见到 那道悬浮半空的三长老 身形在这一刻突然猛然一震 发出了一道痛呼 而就在这一刻 啪 只见三长老的身体 突如西瓜破碎一般爆裂开来 鲜红的血液 朝着四面八方狂猛喷剑 一位九星半神境的爵士强者三长老 就此陨落 死 死了 三长老就这样 死了 怎 怎么会这样啊 连三长老都 见到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三长老 就这样死了 一个个人 真的感觉自己是在做梦一般 在他们的心中 九星半神强者 那可是无敌般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死 接着人们又见到 那飞溅的鲜红血液 又流动了起来 跟先前丧生于音波力量下的人们一样 朝着下方那卫生穿暗黑战甲的青年男子流动而去 持风 青年 老头 继续在这片广场中性走 而此时此刻 距离持风三人大约千米之处 出现了一座紫色石阶 延伸往上 仿佛延伸向无尽的上方 持风三人看似很普通地在行走 但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他三人仿佛一步千里 此时此刻 便已经跨上了那座紫色台阶 往上行走而去 雷神圣帝的诸位弟子们 就这样愣愣望着那三道身影 没有人接近他们 更没有人阻拦他们 就这样看着他们 从这紫色台阶往上 乃是雷神圣帝最为神圣 也最为中心之地 雷神殿所在 雷神殿 远古之时 乃是雷神圣帝祖师白衣雷神所居住的寝宫 此刻在哪里的 既是雷神圣帝实力强大 身份尊贵之人 跟着先前那一道年轻淡然的声音又响起 雷脏雷灵 本魔主来了 还不快给本魔主滚出来受死 这道年轻淡然的声音 旋即又在这片天地间久久回荡而起 第1930张神雷真锤 放肆 是谁在我雷神圣帝如此张狂 找死 哼 真当我雷神圣帝无人不成 是什么人 真是好大的胆子 紧跟着 只听阵阵暴喝之声 从紫色台阶的上方响彻而起 紧随其后的 是一股股强大的气势 从上方狂猛升起 就在这一刻 时封已经感应到了上方升起了六股九星半神级别的爵士气息 刚才死了一位三长老 此刻一下子 竟然又出现了六位九星半神境的爵士强者 雷神圣帝的底蕴 果然深厚 而且这六股爵士的气势中 时封并未感应到那位雷神圣主雷葬的气息 时封身旁的青年与老头 感应着上方升起的爵士气势 两人的脸色终于产生了大变 这是源自于心底深处的恐惧与压迫 无法控制 下一颗人们见到 数十道强大的身影 在紫色台阶的上空显现 领头者 为六位老者 这六位 想必便是先前升起六道爵士气势的那六位 而这六位老者的身后 八星半神强者十来位 七星半神境的强者二十来位 这些人物 皆是雷神圣地身份尊贵 天赋出众 实力强大之人 他们一出 瞬间又将下方众弟子们的视线给吸引了过去 大长老 二长老 四长老 五长老 六长老 七长老 有弟子 呼出了那六位长者的称呼 还有诸位护法 诸位堂主 没有想到这些人物 今日齐齐出动了 不过想来也是正常 今日 雷神圣地来了这么三位 将三长老都给神不知鬼不觉秒杀的狠人 诸 便是雷葬口中的九幽谋主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道苍老 威严 仿如虚无缥缈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回荡起 紧跟着 旋即又有雷神圣地的弟子发出了惊然大呼道 你 你们快看 这苍穹之上 他 他们 一二三四五 这五位 莫 莫非 是他们 我们雷神圣地的五位 太上长老 我们雷神圣地辈分最高最强大的那五位 是他们 真的是他们 没有想到 连这五位都被惊动了啊 九幽魔主 刚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九幽魔主 九幽魔主 我 我好像也听到了 九幽魔主 莫非是那一位 九幽魔主 池峰 那数十位强者的更高苍穹之上 显现了五道看似虚无缥缈 仿如已不属于这个世间的白色身影 先前 这片天地间的众人因为见到这五位而惊 而紧接着 又被九幽魔主这个称呼给震惊到了 听到九幽魔主这四个字 人们的脑海之中 自然而然地浮现了如今明洞天下的那一位 一道道目光 朝着身穿暗黑战甲的那一位集聚了过去 年仅十八九 身穿暗黑战甲 面容冷峻 跟传闻之中的那一位 真的很像 这一刻 不仅雷神圣地的众弟子大金 就连那雷神圣地的数十位强者 原本肃穆愤的脸面之上 都浮现了大金之容 五道境界在七星半神之境 莫莫非 真的是那一位 这一刻 雷神圣地的大长老雷丈 今生大呼道 一股不好的预感 瞬间在他们强者的心头浮现 原本他们便在想 到底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胆敢闯雷神圣地 胆敢在雷神圣地大呼圣主与圣子前来受死 原来 是这一位 圣主与圣子 怎么惹上了这一位啊 拜见诸位太上长老 拜见诸位祖师 而这时 尽管一个个心中大惊 心觉不妙 但他们还是朝着上方的那五位拜见道 拜见五位祖师 拜见祖师 跟着 雷神圣地的一位位弟子 身形皆跪于地面 冲着苍穹之上的那五位前程叩拜道 而就在这时 石峰咧嘴冷然一笑 冷笑着开口 回应刚才其中一位太上长老的话语 正是本魔主 他是他 没有想到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啊 真的是这位 九幽魔主 石峰 难怪啊难怪 难怪我们都根本没有见到他出手 三长老便死了啊 听到石峰承认 震震惊呼声又是不断地从中弟子的嘴中呼出 五位太上长老没有想到 这雷葬说的九幽魔主真有奇人 年龄十八九岁 五道境界 真的只在七星半神境 跟他描述的也基本吻合 接着又有一位太上长老开口说 你真的杀死了罪恶三魔主 战败十大魔将 听到那一位老头的话语 石峰再次慢慢开口 回应 本魔主干了什么 官 你 屁 是 出道最后四字之时 石峰一字一顿 而当诸人听到那道狂妄话语 在妄向这位的时候 忽然见到了那道奥利与紫色台阶上的暗黑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那位老头与那位年轻女子在那 明动天下的那一位 不知所踪 这一刻 又有无促张面容齐齐大变 悬浮上方的那数十位强者 悬浮更高苍穹的那五位 都猛然一惊 快 我们五人 快联手祭出雷霆战器 一位太上长老 旋即冲着其余四位大呼道 那个人 竟然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消失 已然证明了他不简单 下一瞬间 五位太上长老便同时缔结一道古老玄奥的手印 一股远古荒凉的气息 从他们五人的身上猛然升起 紧接着 轰 一阵爵士暴响之声响车而起 下一刻 并见一道巨大无比的雷锤须影在苍穹中显现 雷锤须影一出 那本就看上去虚无缥缈的五道身影 瞬间被吞噬 雷锤 神雷真锤 真的是神雷真锤 我们雷神圣帝的最强战器 好 好强 这 就是真神之气的威压吗 我感觉 就连天 都可以被这件神器给轰破啊 雷锤须影一出 又是响起了震震惊呼 原来雷神圣帝不仅神要由这五位掌控 就连唯一的一件真神战器 也受控于这五人 如今 这件神雷真锤不过显现了虚影 还未凝聚出他的真身 便席卷出了这等绝世可灭天的威压 第1931章雷葬的眼泪 雷神圣帝真神器神雷真锤 乃是远古时期开山祖师白衣雷神留下 传闻此神器 乃是白衣雷神聚集一件件爵士雷宝 新自寻找雷霆属性的神源 聚集那个时代最好的神炼师 费尽千辛万苦炼制而成 甚至如今世间都环流传着那个传说 白衣雷神的那柄神雷真锤炼制成功的那一刻 整个莽荒大陆的苍穹之上 皆是雷霆奔涌 仿如末日到来 后来 白衣雷神便是手持着柄神雷真锤 占莽荒 虚异族 护人族 成就白衣雷神赫赫威名 成为世人尊敬的存在 此时此刻 众人只见出现虚空的那道具锤虚影 已经变得越来越凝实 笼罩天地的绝世威压越来越强 身处这片天地的雷神圣帝众人 身形都不由自主地在神器威压之下 战斗起来 就连以六位长老为首的众强者们 身形也开始击退 避开神器威压 神器之下 一切生灵皆如蝼蚁 雷神圣帝之中 原本朝着那五位祖师跪拜的一道道身影 也不断地开始站起 开始催动最快之速撤退 避得远远 以免遭受波及 哼 而就在这时 又一道不屑的冷恒之声 在那神锤巨影的上方响起 只见刚才失踪的石锋 已于神雷真锤更高的上空显现 此时此刻 石锋右手持天魔权杖 左手抓着真神气魔窟 周身一道金色神中的虚影 护住了他的身体 正是天地神中 没有想到 一下子三件真神战气显现 石锋已然处于了不败之地 长发无风狂乱飘舞 仿如绝世凶魔降临 嗯 这 魔窟 天魔权杖 还有一件金钟 此人 竟拥有三件真神战气 持风显现 道道极度震惊的苍老大呼声 旋即从那已变得凝实的神雷真锤中响起 曾经我在冰雪荒原进入那座古墓 遇到了那位白衣雷神的恶念 当时恶念祭出了一件残损的真神器 是血剑 便是吞噬了那件残损真神器的神源 如今雷神圣地祭出的这件雷霆神器 与那件残损的真神器气息极为相似 不过这一件 气势更加的霸道 持风望着下方 暗自开口呢喃 不过他开口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面容之上依旧是一副平静淡然之容 他 还是根本不将这件神雷真锤放在眼中 紧接着 变见彻底显化的神雷真锤猛然移动 仿如一座巨山 往上狂猛爆轰 轰向石锋 看那神锤威势 仿如轰向苍穹 仿如真要将这片天给轰破 破 见到神雷真锤动了 即将轰到 暴力苍穹的石锋只发出一声低喝 接着 只见他手持真神战器的双手同时而动 以手中的天魔拳杖极魔窟 迎击向神雷真锤的轰击 轰 转瞬之间 三件爵士之气无比狂暴地碰撞在了一起 整座雷神圣地 都无比狂烈地震荡了起来 远处的虚空之中 一道紫色爵士的身形急速瞬移 感应着前方传来的狂猛震荡 身形猛然一顿 露出真身 正是从神雷还赶过来的雷神圣地圣主 雷葬 这 哀 此时此刻 雷葬望着那边已变得无比狂暴与混乱的天地 发出了一道深深的叹息 没有想到 这五位 真的与那尊沙神站上了 但这尊沙神 可是连罪恶三魔主与十大魔将 都可战败的存在 雷神圣地 我的雷神圣地 完了 真的要完了啊 这一刻 雷葬满是悲痛的低声呐喊 只见两行青泪 从他雷葬那张威武爵士的面容上滑落而下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天下或许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 一代雷神圣地的圣主雷葬 也会流泪 狂乱震荡的天地逐渐地平静得下来 但是就在这一刻 只听一道道苍老痛苦的吼声突然响彻而起 啊 啊 紧接着 只见五道白色苍老狼狈的身影 从那道巨大的神雷真锤中被震出 震落向地面 这 这 紧接着 震震惊呼 又在雷神圣地中不断响彻 尽管他们听过这尊杀神是风之鸣 知道他的强大 却没有想到 这尊杀神竟然是如此的强大 五位太上长老催动出雷神圣地的真神战地神雷真锤 都挡不住这尊杀神的一击 如此的话 这个天下 还有谁会是这尊杀神的敌手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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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道身影 雷神圣地的五位太上长老狂猛坠地 坠落在了先前十封三人行走的那片紫色广场之上 发出了阵阵暴鸣 这一刻 原本看似虚无缥缈的五人 也终于被雷神圣地的众人给看清 只不过 此时此刻的这五位 由于战败而满是狼狈 与众人心目的那种神圣无上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败了 没有想到 五位祖师 竟然就这样败了啊 五位祖师 传闻五道境界无数年前便已经步入了九星半神巅峰 连他们都败在了这尊杀神的手中 这尊杀神 究竟步入了何等恐怖的地步啊 五位祖师都败了 我们雷神圣地 将没有人会是这尊杀神的对手了啊 怎么办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唉 远处虚空的圣主雷葬 见到这五位真的败了 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破灭 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石峰的身形 依旧傲力虚空 微微移动 飘然落在了身下的那柄神雷针锤之上 双目俯视着下方的雷神圣地 这一刻 只听石峰在而缓缓开口 说 先前本魔主就说过 从今往后 将没有雷神圣地 谁若敢再自称雷神圣地的人 便是死罪 而本魔主刚才已经发现 你们 根本未将本魔主的话放在心上 从刚才到现在 一直以雷神圣地自居 所以你们 全部得死 所以你们 全部得死 这道平淡却令人心悸的声音 在而回荡起 石峰的灵魂之力 一直席卷着四面八方 这些雷神圣地之人的一举一动 自然接在他的掌控中 第1932章扫地老人 阿 雷神圣地众弟子们 当听到那位杀神对他们宣布了死刑 旋即一个葛张大了嘴 心顿时不由自主地猛然一颤 咚 只听一道绝世忠明之音 再而从石峰身上响起 一股绝世音波力量 再一次从石峰的身上席卷而去 狂猛凶涌向四面八方 阿 不 跑 快跑啊 快 快跑 忠明音响 一道道惊骇的呼喊又是不断地响彻 雷神圣地之中 一鸣鸣弟子旋即又开始了击退 很多人开始在心中后悔 刚才有机会逃离此地 却是留在了这里 看那场爵士碰撞 以至于此刻身处此等凶险之境 世间之事皆留一线 凡事 都不要 做得太绝 而就在雷神圣地众弟子们纷纷逃难之际 只听一道荒凉仿如来自远古的声音 突然响起 而在这道声音之下 从石峰身上汹涌而出的音波力量 竟然忽然消失地无影无踪 嗯 就连奥利于神雷真锤上的石峰 平静淡然的面容都在这刻一变 竟然有人 破去了自己以真神气催动出的力量 这 绝对是一味不简单的存在 谁 是谁 石峰冷然一喝 喝出了声 而就在石峰低喝声响起之际 一道苍老的声音旋即回应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自己也忘记我叫什么名字了 而这一次的声音 听上去很普通 就好像一位普通老头的声音 年迈沙哑 这 这声音 嗯 这道声音 这声音 他是他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是他啊 可是这声音 当听到那道苍老的声音之后 雷神圣地之中 好些弟子听出了那道声音的主人 发出了道道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紧接着 见到那片紫色广场之上 一位身穿粗布麻衣 头发花白 长相也很普通的老头出现 他的手中 拿着一柄扫扫帚 仿佛一位扫地老人 就这样云青云淡地一步一步行走着 是他 真的是他 我们雷神圣地的扫地老人 扫地老人 真的是扫地老人 怎么可能啊 扫地老人 不是一个没有修炼过武道的普通人吗 他 怎么会是他啊 此时此刻的雷神圣地之人 自然已经知道 刚才一声过去绝世音波力量者 便是这位在广场上悠闲行走的扫地老人 一位为逃亡的雷神圣地弟子 已经停下了逃亡的身形 一张张面容之上 顿时浮现了一道道仿佛见鬼般的表情 扫地老人 不是听说他年轻的时候 在我们雷神圣地山门前不小心吐了一口痰 便被一位长老惩罚 此生永远留在我们雷神圣地 替我们扫地道死 嗯 不是说扫地老人曾经是我们雷神圣地一位大人物的儿子 由于天生废材 便被那位大人物抛弃 一生碌碌无为 后来那位大人物死后 他就在我们雷神圣地扫地 我听到的怎么又有些不太一样啊 这扫地老人 据说家乡闹饥荒而逃难至雷霆界狱 一位长老看他可怜 便赐他一顿饭吃 而扫地老人 从此以后感恩戴得地留在了我们雷神圣地 此生甘愿为我们雷神圣地扫地 一时之间 雷神圣地之中又是议论纷纷 没有想到这位原来在人们心中普通地 不能再普通的扫地老人 竟流传着各个不同的故事 扫地老人 这时就连以六位长老为首的强者们 见到那位扫地老人 面容之上也都是猛然大惊 扫地老人与此同时 就连那五位太上长老 都发出了一道道惊然大呼 他们五位活了悠久岁月 但是这位扫地老人 从他们成为雷神圣地弟子的那一刻 便已在雷神圣地扫地 却是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位扫地老人竟然还在雷神圣地 扫地 扫地老人 扫地老人 这一刻 雷神圣地之中不断地发出这四字的惊呼 原本雷神圣地中 平日里人们都懒得正眼去看的扫地老人 已然成为了这片天地的焦点 人们已然知道这是一位隐藏的真正强者 一道声音便破灭那尊杀神的力量 这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啊 前段时间我在走路的时候 由于扫地老人挡在我的面前 我很无理地将他一把推开 不知道他有没记恨上我啊 我 我该怎么办啊 扫地老人会不会杀了我啊 曾经得罪过扫地老人的弟子们 脸上顿时又浮现了极度惊慌 心中满满悔意 谁知道这位扫地老人 会是这样的存在啊 更有弟子心中懊悔 早知扫地老人这么恐怖 以前便应该对他好一点 或许他看重自己的品质 收自己为徒 传授自己绝世功法与绝世战绩 祝自己不尚无上巅峰 在满荒大陆 也流传着不少好心的少年 对隐藏身份与实力的乞丐很好 而获得了那位乞丐的好感 于是乞丐摇身一变 变成绝世强者 传授少年绝世神功的传说 因为那些传说 满荒大陆很多人都学着做过 就是他们雷神圣地的弟子也不例外 但是 他们都忽略了门派之中的 这位真正的绝世强者 扫地老人 老头 你是雷神圣地的人 奥利神雷针锤的上的石峰 俯视着出现下方的那个拿着扫帚的老头 开口问道 这个老头 给他的感觉很不简单 而他能一声破去自己的攻击 也自然是不简单的存在 算是吧 听到石峰的话语 只听那位扫地老人轻声开口回应 跟着 他在而开口 说 你走吧 只要你现在离开雷神圣地 发誓今生不再踏入雷神圣地一步 我可以留你性命 你留本魔主性命 呵呵 听到扫地老人的那话 石峰咧嘴 发出了一道冷笑 这个老头虽然给他的感觉不简单 但是却没有想到 竟然是如此的狂妄 竟然敢在他九优魔主的面前狂妄 接着石峰在而开口 对下方的扫地老人说道 老头 本魔主知道你跟那些废物比起来确实强大不少 你的境界应该已经步入了真神之境了吧 第1933章站扫地老人 行走于紫色广场之上的扫地老人 此刻已走到了霍趴霍堂的五位太上长老身旁 行走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 听到石峰的话 老脸之上满是淡然地缓缓开口 说 若是这个境界便是你们说的真神境 那么老朽 应该是步入那个真神境了 什么 真神境 扫地老人虽然这么说 但很显然 他已经承认自己步入真神境了 不死老人 真神境强者 没有想到继我们祖师白衣雷神之后 我们满荒大陆又出了一位真神 满荒大陆的传说中 白衣雷神 乃是满荒大陆最后一位真神 自白衣雷神之后 满荒已再无真神 此时此刻却没有想到 如今又出了一位真神 而且又出自他们雷神圣地 不死老人淡然苍老的声音 再而在这片天地间回荡而起 原先催动全力逃亡的雷神圣地众人 早已停止了逃亡 一道道目光 这一刻 已经其奇迹聚在了这道平日里 根本没有人注意的苍老身影上 扫地老人 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 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 没有人知道他活了多久 没有人知道他在雷神圣地扫地扫了多久 也没有知道扫地老人这么强大的存在 他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雷神圣地扫地 难道他就这么喜欢扫地 扫地老人 仅仅一瞬之间 已然成为了这片天地的焦点 风头都已经带过了苍穹之上的那位九幽某主 石峰 这个扫地的老人 竟竟然是如此存在 这一刻 就连雷神圣地的那位圣主雷葬 都是猛然一惊 这么多年来 说实话 雷葬看都没有正眼看过这位扫地老人 若不是此刻看到的话 他都想不起雷神圣地 还有这么一位扫地的老人 而由于扫地老人的出现 雷葬先前彻底破灭的一切希望 重新燃烧了起来 这位扫地老人 或许 真能战败这尊杀神 或许 这尊杀神今日要死在扫地老人的手中 如果杀神被扫地老人杀死 那么他的那三件真神器 以及他的一切 都将属于雷神圣地 所有 想到这 雷葬那颗原本跌到谷底的心 顿时狂猛生疼 威武的面容之上 玄机浮现了满满的激动之色 这尊杀神 他以七星伴神竟拥有那么拟天的战力 自然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自己若获得这尊杀神所有秘密的话 或许自己 也将拥有逆天战力 如若真是那样 那尊杀神七星伴神竟可败九星伴神巅峰 那么九星伴神竟的自己 岂不是可以屠神 扫地老人 没有想到 我们雷神圣地 还有这一位扫地老人 还有这么一位老前辈 想到那些 嘴中说着这些 顿时间雷脏变得满是激动 此时此刻看他这副激动的模样 仿佛都恨不得将自己的菊花 向那位扫地老人献出 站吧 老头 就在这一刻 雷神圣地之中 只听那一道年轻淡然的声音 再次回荡起 持风行管已经知道下方的老头 乃是步入了真神静的强者 脸上依旧没有半点距异 反而渴望与他一战 半神之静的强者 他时风又不是没有杀过 紧跟着 便见一股冲天战役 从他时风的身上猛然冲洗 自己要灭这雷神圣地 而这老头既然是雷神圣地的人 既然要阻止自己 那么他便去死吧 扫地老人的双目 还是凝视于虚空那道暗黑身影之上 听到时风的话语 感应到他无惧的战役 开口说 既如此 那么你就永远地留在我雷神圣地吧 说着这番话的同时 只见老头左手五指大张 往上轻轻一推送 紧跟着 时风忽然感应到脚下的雷神锯锤 爆发出一股绝世神雷之力 狂猛一阵 震向自己 轻轻一掌 便令这神雷真锤爆发出绝世神力 这老头 仿如已跟着神雷真锤合一 这神雷真锤 仿如便是这扫地老人之物 当 而就在这时 时风爆发出猛然一喝 手中的两件真神魔器 再一次往下爆轰 迎向那柄神雷真锤而去 轰 毁天灭地般的暴鸣暴响 刚刚平静下来 没有多久的雷神圣地 再一次剧烈震荡起来 尽管雷神圣地此刻再狂烈震荡 不过那位扫地老人 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立于广场 稳如泰山 咦 紧接着 一道轻疑之声 从扫地老人的嘴中发出 开口说 这位妖孽 确实有两下子 说着这番话 扫地老人的身形旋即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这片狂烈震荡的广场之中 不过扫地老人虽然消失 但那五位狼狈的太上长老 却还是感应到一股无形爵士的力量 笼罩着自己 保护着自己 这五位 早就在石峰的力量下遭受重创 若没有扫地老人护佑的话 或许早就在刚才的震荡之力而毁灭 虚空之中 手持两件真神战器的石峰 已然挡下了扫地老人 催动神雷真锤的轰击 不过虽然挡下 石峰面容上的表情 却是异常地凝重 说实话 石峰虽然动用两件真神战器 挡下着神雷真锤的一击 但已经感觉到了吃力 一位真神强者催动真神之戏 所发动的力量果然不是曾经所遇到的那些强者能比 石峰已然知晓 这是一位需要自己动用全力一战的对手 雷霆 战神爵 紧跟着 只听一声大喝 从石峰的嘴中猛然爆喝而出 轰 下一刻 一道无比剧烈的雷霆轰鸣之声爆响而起 与此同时 一股绝世的气势猛然冲天 紧紧瞬息之间 石峰好像又突然变了一个人一般 嗯 这是 当石峰身上的气势大变 一道苍老的惊疑旋即又发出 扫地老人 此刻已经出现在了那柄巨大神锤的下方 右手 还是握着他的那把扫帚 左手 已经按在了那柄神雷针锤之上 雷霆 战神爵 接着 只听扫地老人在耳吐出了声 他竟然认得这雷神战神爵 第1934章自信的扫地老人 浮现扫地老人老脸上的金融很快消失 只听这扫地老人又开口 说 雷霆战神爵 确实不错 但是你雷霆战神爵过后 又如何跟我打 说着这番话时 扫地老人已然露出了一抹胜负一分的表情 接着 只见扫地老人按在神雷针锤上的左手猛然一阵 将神雷针锤推送而上 再而轰击向石锋 战 一道战喝响于石锋嘴中 攜带着狂暴力量 两只双手中的真神魔器 再而狂暴轰击而下 轰 一阵比之刚才都剧烈无数倍的爆破声轰响 雷神圣地 一下子震荡地更加剧烈 整片天地 都感觉已变得无比混乱 不过那片最为狂暴之处的一幕 却是落入无数人的眼中 挡 又挡下了 这位九幽魔主 竟然又挡下了扫地老人的攻击 是啊 扫地老人 那可是真神静的强者啊 此时此刻 他又亲手掌控着我们雷神圣地的神雷真锤 原本我以为 这位九幽魔主就算在逆天 这下也得在扫地老人的攻击下落败了 却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 九幽魔主石锋 传闻灭杀了罪恶三魔主 众所周知 罪恶三魔主皆是九星半神巅峰的存在 而石锋既然能灭杀罪恶三魔主 此刻又挡下扫地老人以神雷真锤发动的攻击 莫非这石锋 战力也已经达到了真神不成 这石锋 难道真就这么变态吗 从他的根骨看上去 不过十八九岁而已啊 这可是 骗不了人的啊 这石锋 遥远处虚空之中 见到爵士碰撞的那一幕 圣主雷葬的面容上 在而浮现了极度金融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石锋 竟然挡下扫地老人以神雷真锤的一击 这 这个石锋 难道 真的已经无敌了吗 啊 战 这时 又一道战喝之声从石锋的嘴中爆响而起 石锋手持真神战器的双手开始狂舞 不断地对下方的那柄神雷真锤爆轰 而与此同时 扫地老人的按在神雷真锤的左手开始狂烈震颤 他正以他的真神之力不断地催动着这件神雷之气 轰轰轰轰轰轰轰 震震爆轰之声 再而不断地被那两位爵士强者震响 从刚才战斗到此刻 这片天地已没有一刻得到安宁 啊 这时 又一道年轻的喝声响彻 紧跟着 又一阵爆裂的剧名 呵呵 雷神圣地的那位扫地老人 此时此刻的老脸之上 浮现了一抹冷然不屑的笑意 手中还在不断催动着绝世神力 开口对上空的那一位说 怎么 越来越有压迫感了吧 是不是雷霆战神爵的时间 就快到了 扫地老人既然知道雷霆战神爵 看来对于这道逆天战爵也是有所了解 他知道 只要时间一到 跟自己碰撞的这个人 便将战力全失 哼 听到扫地老人的话语 一道冰冷的冷恒之声从石峰的嘴中发出 不过这个老头说的确实没错 雷霆战神爵的状态即将消失 而就在这时 石峰已将全部力量都集聚于双手之上的 两剑真神魔器之上 然后再一次朝着下方 爆轰 轰 震天爆响震响天地 令得身处这片天地的众人 感觉天都要即将它下来了一般 而紧接着 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见到了那一道暗黑身影 正在往上急速飞冲 而他们雷神圣地的扫地老人 身形正往下狂猛坠落 这两位 这一幕 这是皆在对方的力量下被震开了 石峰的身形还在狂猛上冲 而就在这一刻 扫地老人的身形狂猛坠地 轰 只听一道无比狂暴的爆鸣 之音响彻于那片紫色广场 仿如降落的巨雷轰然炸开 震荡的大地在剧烈咆哮 人们旋即见到了广场之上 被扫地老人下坠的身躯 给砸出了一个巨坑 烟尘弥漫 这 到底胜负如何 刚才那一集 应该是最后的绝强碰撞了吧 那个石峰与扫地老人 到底谁胜谁败啊 这 还真的看不出来 不好说啊 扫地老人已经坠了 砸出了大坑 而那石峰 还在扫地老人的力量上上冲 这 到底谁胜啊 这时 就连那位圣主雷葬 都满是焦急于紧张地 咧喃道 就连他都有种感觉 刚才那一次强强碰撞 应该是已经到了 最为关键的碰撞 也不止雷葬紧张 可以说所有的雷神圣地之人 此刻都极为紧张 毕竟这一战 可是代表着他们生死的一战 若是扫地老人战败的话 他们可是要被那位杀神给诸杀 紧跟着 万中瞩目之下 人们见到了那道上冲的暗黑身影狂猛顿时 而下方的广场之中 突然卷起了一阵无比狂烈的狂风 在这阵狂风的席卷下 漫天烟尘 顿时被吹散一空 远处虚空之中 无数道凝视的目光 也顿时看清了那道巨坑之中的情景 无数人 在这一刻精神一阵 他们见到 巨坑之中有六道身影 其中五道 是那还趴或躺于地面的五位太上长老 不过那一道如今在他们心中如同雷神转世般的身影 此刻正奥利那道巨坑的最中心 稳如泰山 右手之中 还拿着那柄扫帚 扫地老人 哈哈 我们的扫地老人毫发无伤啊 是啊 太好了 扫地老人 可是真神静的老人啊 扫地老人 扫地前辈 接着 天地间想起了一道道振奋的大笑 见到奥利于巨坑中心的扫地老人后 都没有人去留意 自从扫地老人被震落后 那柄神雷真锤 已经消失不见 不知所踪 跟着 只见扫地老人缓缓抬头 目光 在而望向了高空的那道黑色身影 说 你的天赋确实很不错 要是再让你修炼几年的话 或许 连我都将不是你的敌手 这样吧 放开你的心神 与我定下主仆契约 我留你一命 这 这么说 听到扫地老人的话语 雷神圣地诸人一个个旋即又惊又喜 扫地老人既然这么说 便也意味着此战 他已胜 此刻 他已经掌控了这位九幽魔主石锋的生死 第1935章苦战 这一刻 雷神圣地中的一个个人已激动无比 振奋无比 灵动天下的九幽魔主 如今被传为天下第一人的石锋 竟然败了 而且是败于他们雷神圣地的手中 也就是说 如今的天下第一人 是他们雷神圣地的人 虽然这个扫地老人 曾经没有人将他当作过是雷神圣地的人 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此刻 他就是雷神圣地的人 而且他先前也承认 他算是雷神圣地的人 扫地老人 哈哈 扫地老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刻 也听出扫地老人话里之意的圣主雷葬 仰天大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癫狂 此刻的雷葬 有种失而复得 死而复生的快感 自己得罪了这位绝世妖孽 原本雷神圣地将因为自己而要遭受灭顶之灾 但是如今 却又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自己的英明 引这位妖孽来雷神圣地 雷神圣地将要多出三件真神器 将要得到这位妖孽身上的绝世之密 自己将成为雷神圣地的万古公主 自己将让雷神圣地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 自己将名垂万古 或许在后人们的心中 自己将成为祖师白衣雷神一般的伟大存在 心中想到这些 雷葬的那颗心 越来越躁动起来 变得越来越激动与狂热 喝 苍穹之上 时风听到那个扫地老人的话语 突然发出一声喝笑 抚视着下方地面距坑中的扫地老人 说 老头 现在你就认为赢定了本魔主 未免太早了吧 早吗 呵呵 听到时风那话 扫地老人也发出了喝笑声 道 别人不知道你此刻的状况 老朽可是知道得很 施展雷霆战神诀 可让你短时间内提升绝世战力 可一旦状态过去 你将战力全失 此刻你便已经彻底丧失战力了吧 呵呵 出到最后之时 扫地老人又发出了两声呵呵 哦 是吗 听到扫地老人这话 时风咧嘴一个冷笑 没有回答他的话语 反而以反问的口吻对他说 而望着时风如此模样 扫地老人说 都已如此 你便不必再在老朽的面前装枪做事了 老朽已给你选择 是生还是死 你自己看吧 而就在这时 只听一道冷然喝声 再次从时风的嘴中喝起 老东西 该死的人 是你 雷霆 战神诀 轰 紧跟着 只听又一道无比剧烈的爆破声 狂猛轰响 时风 再一次施展出了他的那道远古爵士神迹 雷霆战神诀 这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那阵爵士轰响 感应着从时风身上升起的那股爵士气息 扫地老人的老脸 顿时猛然大变 在他的潜意识里 雷霆战神诀 根本无法使用出两次 但是 却在这个妖孽的身上发声了 在战把 老东西 一道冷然的低喝声从时风的嘴中发出 如今的他 确实被内能量充盈 别说第二次雷霆战神诀施展了 就算是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他时风都可施展给他们看 下一瞬间 时风的身形便是狂猛一动 双手之中依旧抓着那两件真神战器 无比狂暴地冲击而下 施展出第二次雷霆战神诀 想必 试着妖孽吞服了一颗高品阶丹药 恢复了丹田内丧尸的原力 望着时风下冲而来的暗黑身影 扫地老人缓缓开口 说 这一刻 刚才显露出的那么震惊 已从他的脸上消失 他的老脸 再一次恢复了那么平静淡然 那便再站吧 扫地老人说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身形也是一动 从巨坑中冲出 直冲而上 冲向苍穹 神雷真锤 一道苍老低沉的喝喊 从扫地老人的嘴中喝出 他的左手再而五指大张 硬向上空 下一刻 并见那柄失踪了的神雷真锤 在扫地老人的上方显现 而这一次 神雷真锤没有先前那么巨大 只不过成人体型大小 但是所散发出的雷霆气势 已然超越了先前 轰 一道雷鸣爆破在神雷真锤上 狂猛轰响 一道爵士狂雷 从神雷真锤上爆破而出 紧接着 携带着爵士狂雷的神雷真锤 往上狂猛飞冲而去 仿如一条紫色雷龙升天 冲向石峰 现 东 在石峰的低喝声下 一道爵士忠鸣声回荡 原先显化金钟须隐护佑他周身的天地神钟 已出现在了他的下方 神钟戏事 笼罩天地 飞升而来的那柄神雷真锤 都仿如已被天地神钟笼罩 紧接着天地神钟狂猛一阵 往下方的神雷真锤照下 东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两件真神战气狂烈地撞击在一起 天地神钟 在这柄神锤之下再度被狂暴敲响 整片天地 再一次由于这爵士的碰撞而变得不平静 不过下一颗人们见到 那尊照下的金色神钟 竟将神雷真锤给照在了里面 咚咚咚咚咚咚 紧跟着 忠明之音一道紧接着一道 神雷真锤起甘被这天地神钟照住 正在里面无比狂暴地撞击着 眼看天地神钟已震战地越来越剧烈 看上去很是不稳 哼 区区之力 也能照老朽之神器 白日做梦 而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冰冷的横声从下方传来 扫地老人的身形 也已经离得天地神钟越来越近 左手五指在不断地变换 变换着一道道诡异神秘莫测的手印 咚咚咚咚咚咚 紧接着 天地神钟内的神雷真锤 已变得更加的凶猛 仿如一头绝世凶兽在横冲直撞 咚 接着 便见天地神钟被震飞了上去 原本被他罩住的神雷真锤在而在众人的视线中显现 哼 而这时 那道苍老的横声落下没多久 那道年轻的冷横声又回响 双手持着两件真神器的石锋也已到来 狂猛坠落在了上冲的天地神钟之上 第1936章天荒神宫 继续镇压 暴力天地神钟上的石锋 发出了一道冷然大喝 与此同时 只见石锋右脚抬起 然后往下狂猛踩踏 咚 天地神钟在石锋这一脚下在被震响 上冲的趋势早就停下 再一次朝着下方的神雷真锤 狂猛坠去 下方的扫地老人 此刻左手探出 一把将那柄神雷真锤给抓在了手中 只见他左手狂猛一阵 轰 一道紫色神雷从雷锤中踢出 踢向下坠的天地神钟与石锋 灭 石锋脚下的天地神钟与手中的两件真神器 同时涌出绝世神力 那道劈来神雷瞬间在三股神力下泯灭 不过与此同时 扫地老人手中的神雷真锤 朝着虚空狂猛敲击 轰 又一道雷霆爆破声响车而起 而这一次巨雷轰鸣 仿佛来自于更高的苍穹之上 扫地老人刚才的敲击 仿如引起了天地共鸣 只见一道紫色巨雷劈开苍穹 仿如天雷一般从天而降 降向石峰 天 天雷之威 好 好强的力量 这 这股力量 望着从天而降的雷霆 就连圣主雷葬的面色也在而大变 这道雷霆 确实堪比天雷 没有想到到达神境 可与天地产生共鸣 降下绝世雷霆 这一刻 雷神圣地已有无促人 在天雷之威下 不由自主地战斗起来 如此天雷下 那个九幽魔主 应该要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了吧 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浮现了这个念头 汤 灭魔黑雷都无法毁灭本魔主 何况此雷 池峰抬头望着降落而来的狂雷 不屑地开口说 不过下一瞬间 人们便见他于脚下的天地神中 皆被那道绝世雷霆给所吞噬 而就在很多人觉得此战终于落下帷幕之际 那道年轻的低喝声又响起 紧接着 又是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见到了吞噬那位狂魔的神雷 瞬间溃灭开来 那一道年轻爵士的暗黑身影 再一次显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看着模样 在如此爵士雷霆之下 仿如未受丝毫伤害 这 这 如此雷霆下 竟然还是这副模样 这九幽魔主 难道身怀不死之身不成啊 对了 他 他 我想起来了啊 九幽魔主时风 传闻他确实身怀原古不死之身 不死魔体啊 对 对啊 不死魔体啊 这 如此力量下都不能将他灭杀 扫地老人 能杀死他吗 能 一定可以的 扫地老人 可是真神强者 堪比我们先祖白衣雷神的存在 好变态的肉身 而这一刻 见到那位妖孽竟然在丝毫未损 就连扫地老人都发出了一道惊然大呼 扫地老人没有想到 此人不但天赋妖孽 战力无双 就连肉身都是如此变态 这 简直是一位万古妖孽 不过 时间应该也到了吧 这时 扫地老人望着那道黑色身影在而暗暗开口 说 从刚才站到现在 时间已差不多过去了十个呼吸 扫地老人认为 他的雷霆战神诀 时间应该已过 跟着 扫地老人又缓缓开口 对着上方的石峰说 老朽倒要看看 那种吞浮可瞬间恢复权力的神丹 你还有多少 不少 只听扫地老人的话语 石峰冷冷回道 此刻的石峰 确实也是如这扫地老人所料 雷霆战神诀状态已过 战力再次全尸 不过就在这时 石峰在而运转九幽冥宫 血石碑中 顿时又大量的死亡之力流露而出 瞬间被他吞噬 而就在这时 扫地老人仿佛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老脸又是一变 惊呼到 吞噬死亡之力 天荒神功 没错 没有错 这确实是天荒神功 扫地老人无比确定地说 小子 你竟然修炼天荒神功 莫非 你是天荒圣地的人 你是天荒圣地这一代的圣子 九幽冥宫的吞噬之下 石峰体内耗尽的九幽冥力瞬间冲盈 听到这扫地老头的话 他那冷峻的面容也是一变 这个老头 竟然看出了自己吞噬死亡之力 而且 他竟然将自己的九幽冥宫 看成了什么天荒神功 天荒圣地 天荒圣死 这天荒圣地所修炼的 也是吞噬死亡之力 而且九幽冥宫能被这老头看成那天荒神功 而且与其那么确定 已然证明那天荒神功 应该与自己的九幽冥宫极为相似 石峰没有想到 自己前世开创的九幽冥宫 在这满荒大陆竟然存在相似的功法 他此次之行 本来就是去那天荒圣地 如今却没有想到 这天荒圣地所修功法与自己所创的相似 他倒是越来越想见识一下那个天荒圣地了 接着 只见下方的扫地老人又缓缓地摇了摇头 说 天荒圣地的圣子 我记得几年前来过我们雷神圣地一趟 不是你 这么说 你是偷学的这天荒神功 自己所创的功法 竟然被这老家伙说成偷学 怒然之容旋即在石峰的脸上浮现 冷冷说道 老东西 此功法乃是本魔主亲自所创 叫做九幽冥宫 不是你所说的天荒神功 雷霆 战神爵 跟着 石峰又是一喝 轰 一道爵士雷霆爆响 又从他的身上猛然乍响 感应着那位妖孽此时此刻再次升起的爵士气势 知道他修炼的竟是天荒神功后 尽管扫地老人乃是步入真神境界的强者 但他此刻的老脸上 还是浮现了一抹凝重之容 此人的玄器空间 应该封存着大量的死亡之力 若真是这样 这天荒神功与雷霆战神爵 真是绝配了 突然间 原本自信满满的扫地老人 知道了这将是一场苦战 没有想到 自己多年未出手 原本早就不将如今天下的任何人放在眼中 却是没有想到 如今这一出手 遇到的竟是这样一位对手 沙 一股冷然的沙翼 从石峰的身上席卷而出 脚下原本顿指不动的天地神中 再而狂猛一动 膝带这位爵士狂魔 在一次阵轰而下 第1937章正义战胜邪恶 轰 在一次狂猛的碰撞声震撼天地 石峰脚下的天地神中 与神雷真锤在一次狂暴地撞击在了一起 在神雷真锤的力量之下 只见天地神中在一次狂猛震战起来 仿如有即将崩溃的趋势 很显然石峰光催动天地神中与神雷真锤碰撞 力量显然不及 再来 磕 而就在这时 石峰发出了一阵猛然大喝 一个弯身 将紧抓手中的两件真神战器 也无比狂暴地轰在了脚下震荡的天地神中之上 轰 爆裂的轰鸣还未落下 这道更加狂暴的暴鸣声又响起 石峰将这两件真神器都轰于天地神中 结合三件真神器的力量 狂猛奔涌而出 这一次 在石峰催动三件真神器下 轮到神雷真锤狂猛震荡起来 扫地老人的左手 还是紧握着那柄神雷真锤 此时此刻感应到涌在神雷真锤上的狂暴之力 老脸顿时猛然大变 紧跟着 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见到那未步入真神境界的扫地老人 身躯在这一刻猛然一颤 然后便见到 他的身形往下狂猛坠落 啊啊啊 跟着 阵阵惊然大呼 不断地从人们的嘴中发出 雷神圣地之人 一个个脸色也是猛然大变 这 扫地老人 步入真神之境的存在 竟然在那九幽魔主的力量下 坠落了 九 九幽魔主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怎么可能 这时风 怎么会这么强大啊 竟然连真神级别的强者 都败在了他的手中啊 原本以为 我们雷神圣地出了一位神秘的真神强者 可以铲除这尊邪魔 此刻却是没有想到 就连真神强者 都 败了 快 快跑啊 这尊爵士凶魔在此 此地 可真的不能再继续逗留了啊 这时 见到扫地老人坠落 雷神圣地无数人的心中 又生出了逃逸 然而就在此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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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朕震痛苦的吼叫声 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吼响 接着 时风那道冷然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间回荡 逃者 死 刚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惨叫声 正是雷神圣地那些逃亡的弟子 时风的灵魂之力一直席卷着四面八方 那些逃亡的人一有意动 便被他瞬间秒杀 杀这些人 如杀蝼蚁 这 无数雷神圣地的弟子 见到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身旁不少师兄弟们前一刻还活着 此刻便已经失去了生息 就此生死 在死亡的阵折下 活着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他们也意识到 在这凶魔面前 生命 竟是如此的脆弱 吃 师兄 吃地 吃熟 吃富 接着 阵阵悲痛的大吼声又不断响彻 有些吼声听上去简直撕心裂肺 就刚刚那一瞬间 有人感情深厚的师兄弟死了 有人相爱之人死了 也有人 对于自己有大恩的长辈 或者亲如父亲的师父死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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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幽魔主 这十风 这沙神 由于此次出现的变故 圣主雷脏的面色又大变了起来 不安 再在他的心头浮现 只觉今天 这颗心实在是太跌宕起伏了 对于那些悲痛的吼声 十风根本没去理会 他的双目 一直凝视于那道坠落的苍老身影之上 砰 暴鸣声又响 一手持着扫帚 一手持着神雷针锤的扫地老人 身形狂猛坠落回了那道巨坑 由于这道身躯的坠落 整个紫色广场 都再次剧烈地震荡起来 不过扫地老人身形虽然震落了下去 十风脸上依旧满是冷意 还有些凝重 看来面对那个坠落的扫地老人 他还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而就在这时 十风的双手又是猛然移动 双手之中的两剑真神战器 载而无比狂暴地 撞击在了脚下的天地神中之上 轰 响天彻地的暴鸣声载而轰响 十风再次催动三神器之力 往下震了下去 震杀那的扫地老人 啊 而这时 只见具坑之中 扫地老人躺地的身躯旋即奥利而起 仰天发出了大吼 一道仿如暴雷般的轰破声 顿时回向天地 扫地老人 仿佛已在这一刻发狂发怒 轰 狂暴神雷 从扫地老人的身上狂猛冲起 冲向虚空 此时此刻 扫地老人已不再是 平日里那的扫地的老头 俨然仿佛雷神将士 携带着爵士雷神气势 身形暴冲而上 这一刻 只见扫地老人的左手 在而狂猛一动 紧握手中的神雷针锤 也闪耀起了爵士雷光 携带着万军雷霆之势 朝着震荡而下的爵士力量 狂猛轰杂而去 轰 狂暴的轰鸣之声 在而暴响起 扫地老人的这一击 可以说是带着雷神圣地 所有人的希望 若是扫地老人这几 能挡下那尊杀神的攻击 证明他还能与那位杀神一战 他们雷神圣地之人 还有活下去的可能 若是扫地老人无法挡下 那么一切希望都将泯灭 保佑扫地老人 挡下那的魔头的力量啊 有一位雷神圣地的年轻弟子 在心中暗暗祈祷 扫地爷爷 您一定要打败那个坏人啊 有一位雷圣地 帝年轻漂亮的少女说 然而就在几天之前 这位少女 在雷神圣地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踩了一下 扫地老人正在扫动的扫帚 那个时候 他还骂扫地老人为老不死的 还说自己可以让他 这个糟老头 永远在这个世上消失 但此刻却是没有想到 他已尊称他为扫地爷爷 发生几天前的那件事 仿佛已被他完全遗忘 仿佛他有双重人格 或是双胞胎姐妹 好像那的蛮横的少女 根本不是他 而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见到了扫地老人 手中的神雷真锤 闪耀的雷光 逐渐地暗淡了下去 就是扫地老人身上的神雷 也正在对方的力量下 不断地被压制 雷神圣地无数人的心 都随着扫地老人此刻身上的状态而提到了嗓子也 不 不要 扫地老人 您可千万不能拜啊 不能拜啊 扫地老爷爷 您是我们雷神圣地的所有希望啊 坚持住 坚持住啊 扫地老人 正义 一定可以战胜邪恶的啊 第1938章 上天毁灭不了本魔主 扫地老人 您不能拜 您千万不能拜 您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啊 雷神圣地众人 在心中纷纷呐喊 呃 不过就在这一刻 只听一道苍老痛苦的吼声响起 随着这道痛苦的吼叫声 无数人提着的心 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这道痛吼 自然是从扫地老人的嘴中喊出 神雷针垂上的雷光 已经彻底消散 扫地老人身上的神雷 也已经彻底崩溃 而扫地老人的身躯 还在不断遭受着绝世力量的冲击 苍老的身体 正在绝世力量下不断战斗起来 呃呃啊 道道痛苦的身影 还在扫地老人的嘴中不断发出 雷霆战神诀 轰 而上方的石锋 又是响起了一道冰冷无情的低喝 身上又是爆发了一阵狂雷轰鸣 紧接着 石锋双手之中的两件真神战器 再而狂暴轰击在了脚下的天地神钟上 轰 绝世爆鸣声下 绝世力量再而涌下 冲击扫地老人的力量还未消失 更加狂猛的力量转瞬又到来 又涌在了扫地老人的身上 直到这一刻 石锋脸上的凝重才消失 嘴角勾起 显露出了一抹冷笑之容 扑 这时 发着道道痛苦的同时 一口鲜红的血液从扫地老人的嘴中喷吐而出 随后 人们见到了扫地老人的身形 再一次狂猛坠落 这一刻的他 看上去已异常的狼狈 身上的粗布麻衣破碎 仿如破沙袋一般 砰 又是一阵暴响 扫地老人的身躯 再一次重重坠落在了那道具坑之中 当轰鸣声落下之后 静 这一片天地突然变得异常的寂静 不过寂静只在这片天地沉寂了一瞬 只听一道苍老的大笑声突然响起 胜了 我主无敌 胜利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正是石锋挥下的那个老头 身形还与青岩站立那紫色台阶之上 此时此刻 正仰天发出了一阵无比畅快的大笑声 刚才 老头与雷神圣地的这些人一样 心一直提着 仿佛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毕竟此次 这尊杀神遇到的可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真神静强者 只存在于远古传说之中的人物 而且掌控着一件真神战器 若是这尊杀神落败被杀 那么随他一起来的自己 也绝对没有好下场 但却是没有想到 这尊杀神又逆天了 他竟然 战败了一位真神 想到这些 老头又仰天发出了畅快的大呼 九幽魔主万岁 九幽魔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呼声 这片天地间久久回荡而起 老头兴奋的呼喊声打破这片天地的极境 自然也传入到了石峰的耳中 石峰没有怎么理会 只发出了一道横声 接着 只见他脚下的那尊天地神钟 以及他双手之中的两件神级魔器 开始淡去 然后消失 这时 石峰双手别在身后 往下方的那道巨坑缓缓飘落了下去 呵呵 呵 躺于巨坑中心的扫地老人 嘴角还沾染着鲜红的血迹 此时此刻见到那道暗黑身影逐渐落下 老脸之上 露出了一抹自嘲般的苦笑 原本以为 莽荒大陆已无敌手 原来 自己不过是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而已 接着 扫地老人对着上方的那尊杀神缓缓开口 说 老朽败了 要杀要寡便来吧 巨坑之上除了扫地老人之外 还有那五位雷神圣地的太上长老 此时此刻望着那道下来的魔影 武装老脸上满是气苦 一位太上长老满是悲苦地喊道 我等有罪啊 哎 接着 一位太上长老深深一叹 早知如此 我们便应该听信雷葬的话 却是因为我们几人的猜疑 而导致雷神圣地 要遭受这场大劫啊 是啊 是我们五人多疑了啊 雷葬他 根本没有骗我们啊 当时是我态度强硬 根本不信雷葬 我真是 无脸去见我们雷神圣地的列祖列宗们啊 哎 到的此时此刻 一股股悔意 已从这些太上长老们的心头浮现 这一下 他们不仅要失去神药 还要失去他们雷神圣地的神器了 而且就连他们五人的性命 也要失去了 池锋的身形飘落在那道具坑之上 便没有再继续下落 双目还是望着下方的扫地老人 说 本少给你个选择 选择 听到这个妖孽这话 扫地老人的眉头逐渐皱起 反问石峰 而此刻可以从扫地老人的声音中听出 他已满是虚弱 石峰没有拐弯抹角 很是干脆立落地对扫地老人说 你要么死 要么成为本魔主的奴仆 这 听见石峰这话语 扫地老人一时间没有回答 跟着 老脸上又露出了一抹苦笑 这正是自己先前给他的选择 现在 他倒是过来让自己选择 想起先前自己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对这位妖孽说着话 扫地老人的老脸 顿时满是惭愧 羞红 跟着 只听他在而开口 说 老朽如何做 你才能不灭雷神圣地 不灭雷神圣地 石峰清南道 跟着 他冷然说道 本魔主先前给过他们这些人机会 而他们 却根本不将本魔主的话放在心上 所以他们 都得死 所以他们 都得死 石峰这道平淡却满是冰冷杀意的声音 旋即又在这雷神圣地回荡起 无数人听到这道声音之后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打战 很多人 真想逃离这里 但是又不敢妄动 生怕一动 便是先前那些师兄弟们的下场 如今人 他们早就已经看到 先前死了的师兄弟们 并不只是死了那么简单 他们的一具具尸体 先写完已经流干 算都化为了无比干瘪的干尸 看着很是圣人 听到石峰那道无情的话语 扫地老人开口 以哀求的口吻说道 你这 又是何必那 商业如此之重 难道你 真的不怕天谴吗 天谴 听到天谴二字 石峰脸上之容更加的不屑 说 本魔主经常遭受截雷 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天谴 上天很多次都想毁灭本魔主 可他 毁灭不了本魔主 第1939章 石峰的三个条件 上天很多次都想毁灭本魔主 可他 毁灭不了本魔主 石峰这句话 虽然无比的狂傲与嚣张 可现实就是如此 身怀不死魔体的他 经常遭受天劫天雷 他根本不怕这什么天谴 你 听到这个妖孽这话 扫地老人一时间无言以对 这是一个不怕天谴 肆无忌惮的家伙 唉 接着 扫地老人发出了深深一叹 想起雷神圣地所有人都将要遭受这个人的毒手 面露悲悯痛苦之容 这时 只见石峰在而开口 年轻冰冷的声音 再而在这片天地间回荡 从今往后 雷神圣地不复存在 任何人 不得再自称自己为雷神圣地的人 否则 死 任何人 不得再自称自己为雷神圣地的人 否则 死 否则 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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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说 当听到石峰这话 无数张面容又在这一刻猛然变了变 这个妖孽既然在而宣布 便也意味着 他此时此刻游挤了自己雷神圣地的所有人一次机会 只要今后不自称自己为雷神圣地的人 那么 今日便可以逃过这一劫了 这一刻 没有人再说什么 无数人已然在心中决定 今日 是无论如何也不自称为雷神圣地的人了 今后 今后再说吧 沉寂了一会儿后 不少人才开口 对着那一位信誓旦旦的保证道 九幽魔主之命 在下绝不敢为 从此刻起 我便脱离雷神圣地 我也愿脱离雷神圣地 我也是 听到石峰的声音 听到阵阵呼喊声 这一刻 只见扫地老人的双目缓缓闭了起来 仿佛已在等待着石峰的攻击夺取他的性命 老头 你想死了吗 而这时 石峰开口 问下方的扫地老人 听到石峰这话 扫地老人缓缓闭上的眼睛又慢慢睁开 望向了悬浮上方的石峰 道 老朽 自然不想死 但是如若让老朽与你定下主仆契约 从今往后成为你的奴仆 对于老朽来说 自然还不如死去 扫地老人 既为真神强者 自然有他身为真神的尊严 这倒也是 听到扫地老人的话 石峰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 说 随后他道 老头 本少决定不杀你 也不与你定下主仆契约 不 扫地老人的老脸突然又是一变 发出一声轻落 仿佛因为石峰的话而有些惊讶 他没有说什么 他知道石峰会继续说下去 他等石峰继续说下去 石峰道 不过你需答应本魔主几件事 若你答应 你不但不死 还将是自由之身 果然 扫地老人心中暗说 他自然不认为这个妖孽 会平白无故放过自己 你先说吧 没听到他的条件 扫地老人自然不会就此答应 石峰道 第一件 从今往后 你不得自称雷神圣帝之人 你可做得到 今日我拜于你守 我不会再自称雷神圣帝的人 从今往后 雷神圣帝的一切与我无关 扫地老人回答 答应了石峰第一个条件 跟着 石峰又道 第二件事 若有一天 一个自称神族的外来种族入侵 你须听本魔主号令 全力以战 神族 当听到神族二字 扫地老人的老脸又是一变 露出了一抹惊然之容 很显然 他也听说过 那的外来种族 神族 扫地老人满脸坚定地说 神族若入侵 就算没你好令 我也定然全力与他们一战 而你既然有战神族之心 我答应你 若是神族而来 我便听你好令 听你调遣 全力以战 好 听到扫地老人这番话 石峰直接喊出了一个好 就凭他这话 就凭他的真神境界 他便有资格活下来 最后一件 石峰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只听他继续开口 说 交出雷神圣地的神锤 这件真神战器 从今往后归本魔主所有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败于你手 从今往后 我也没有资格持有他 扫地老人说 跟着 只见他左手一动 那柄被他握在手中的神雷针锤 旋即冲击而上 冲向石峰而去 感应着爆裂的雷霆之力急速逼近 石峰伸手一抓 下一刻 便将那柄飞冲而来的神雷针锤 给抓入到了手中 猛然一阵 轰 只听一道无比狂烈的雷鸣之音爆响而起 一股爵士雷霆气势席卷四面八方 真雷 神锤 望着手中的这柄雷神 石峰暗暗念叨着这四个字 喝 而就在这时 石峰突然听到一道苍老的喝声从下方传来 这道苍老的声音 又是从扫地老人的嘴中发出 而随着这道喝声 只见存在于神雷真锤中的雷神圣地印记 突然破灭 神雷真锤转瞬之间 便变成了无主之物 神雷真锤内的印记 传闻也是远古之时的雷神圣地祖师白衣雷神留下 然后传下了一道古老秘法 只要施展那道秘法 都可掌控 此时此刻 存在了无尽岁月的那道古老印记 就这样 彻底破灭了 雷霆圣地圣主雷葬 还有雷神圣地的那五位太上长老 此时此刻自然已经感应到了神雷神锤上的状况 脸色在而猛然一变 先祖传下之物 就这样 易住了 啊 不 这时 圣主雷葬 仰天发出了一道极为悲痛的大吼 无数道目光 此刻忽然集聚在了远处虚空的那道身影上 圣主 是圣主 不对 是雷葬 雷葬原来在这里 有雷神圣地之人发现了雷葬 玄吉开口说道 当潜意识地喊雷葬为圣主之时 玄吉改口 如今在那尊杀神的旨意下 雷神圣地已经不复存在 又何来圣主 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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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也有无数人发现了独自奥利远古虚空 面露无比悲痛 发出悲痛大吼的雷葬 一道道目光瞬间集聚在了这道威武的身影上 曾经的雷神圣主 在这片广阔的天地 犹如神一般的存在 掌控亿亿万生灵的生死 而如今 这片天地的众人们 也搞不清它将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第1940章本魔主不用你叫 在那位爵士凶魔九幽魔主的旨意下 雷神圣地不再存在 而此刻也确实没有人敢再自称自己为雷神圣地的弟子 所以雷葬此刻的身份 确实很是尴尬 我雷神圣地永世长存 我白衣雷神祖师天下第一 我雷葬 乃是雷神圣地的圣主 啊 接着 只听雷葬在而发出了阵阵疯狂的大吼 仿如他正在以这吼声 反抗那尊杀神 雷葬 这雷葬 雷葬 接着 一个个呼出雷葬之名 一个个预言又止的模样 无数人 已经预示到了这雷葬的结局 对于这个雷葬 其实也是一直在石峰灵魂之力的感应中 只不过此人对于他石峰来说 一直如同蝼蚁般的存在 既然在那出现 便逃脱不了他的掌控 所以石峰先前便也没有理会他 而如今这人竟然公然以大吼声反抗自己刚才宣布的旨意 喝 石峰发出了一道冷然喝笑 而就在这时 只见他的身形一个闪动 转瞬之间便出现在了那个雷葬的身前 原本面露悲痛之容的雷葬 突然见到显现身前的那道绝世模影 玄机猛然一惊 整个人都吓得猛然颤了一颤 这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跟着 雷葬连忙开口 惊声喊道 九九幽魔主 先前本魔主还以为 你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却是没有想到 最有骨气的道是你 九九幽魔主 并不是我不想遵守承诺 没在天亮之前向您交出神药 实在是那五个老东西 不想将神药交出来啊 雷葬对石峰满是悲苦地说 说着 用手指向了远处的那个巨坑 指向了巨坑之中的五道狼狈身影 本魔主不想听这些 石峰说 这 雷葬说 九幽魔主大人 是我的错 未能完成我的承诺 您 神药与真神战戏 我们都可以交给您 可是雷神圣地 不能不存啊 不然的话 我将没交面对我雷神圣地的列祖列宗啊 那是你的事 与本魔主又有何相干 石峰说 跟着 石峰又道 本魔主都已宣布 而你 却敢公然大喊来反抗本魔主 你 今日必须的死 你 今日必须的死 石峰冰冷的声音又回响 雷葬只觉一股极度阴冷的含义 已经笼罩了自己 他雷葬 虽为九星半神境的绝世强者 但却感觉在那股冰冷含义之下 根本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仿佛自己的身体 即将在那股冰冷含义下冻结成冰 石峰与雷葬这边的话语不低 也传入到了不少人的耳中 有些人暗暗摇头 觉得曾经的圣主雷葬 此刻有些迂腐 有些找死了 再怎么样 他都不能公然大喊反抗这尊沙神 一切 都可以等这尊沙神走了再说 接着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见到了那尊沙神左手探出 一把抓住了那的雷葬的脸面 再而开口 问他道 说 神要在哪 神要 神要在那五个老家伙的手中 脸面被抓 听到石峰这话 雷葬旋即又指向了那道具坑之中的五道狼狈身影 哦 石峰轻轻握了一声 旋即间 一股无形之力从他的身上席卷而出 远处广场剧坑之中的那五道狼狈身影 旋即飘飞而起 往石峰与雷葬所在的虚空飘飞而来 这时 身形毫无反抗地飘在了空中 五张老脸 再而齐齐一变 他们五人已然意识到 这一去 已然凶多极少 这一刻 他们心中又浮现了那么一个念头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九幽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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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飘得石峰进了 那五位太上长老旋即纷纷开口 冲着石峰公声喊道 石峰干脆立落地开口 问这五人 神要在你五人的身上 没 没有 听到石峰这话 一位太上长老旋即开口 跟着连忙又说道 九幽魔主大人 神要并未放在我们身上 而是在神雷海中 嗯 没有错 九幽魔主 只要九幽魔主 您不杀我等 我等愿向您教出神要 五个太上长老又接连说道 为了他们的老命 已然愿意舍弃他们的神要 呵呵 呵呵呵呵呵 而听到他们的话语 只听还被石峰抓住脸面的雷脏 突然又发出了阵阵喝笑声 你们 你们五个老东西 全是因为你们 全是因为你五人的愚昧啊 才会导致先祖一代代 传承下来的雷神圣地 落入如今这般局面 你们五个老东西 有罪啊 你们 将是我们雷神圣地的万古罪人 哼哼 而当这雷脏话语响起的这一刻 三个太上长老发出了三道冷哼 只听又一位太上长老开口 说 如今九幽魔主都已经宣布 雷神圣地已经不再存在 还哪里来的我们雷神圣地 雷脏 你竟然还敢公然反抗九幽魔主 你这是死罪 没错 雷脏 你该死 接着 又有一位太上长老说 九幽魔主 此人根本不将您的话放在心中 九幽魔主您应该即刻处置此人 而听到这几个太上长老的话语 石峰却是冷冷开口 说处不处置他 乃是本魔主的事 还轮不到你们几个老东西来叫本魔主怎么做 石峰这话一出 这几个身形还漂浮石峰身前的太上长老 已然感受到这尊杀神话里的冷意 玄机不敢再多言什么 他们也玄机明白 此等人物 他要做什么 岂能受自己的话左右 跟他说那番话 倒是自己愚蠢 倒是自己找死了 紧跟着 只听石峰在而冷冷开口 对着五个老家伙下令说 带本魔主去那个什么神雷海 去取神药 是 尊九幽魔主命 听到石峰这话 五个曾经有如五位神灵般的太上长老 随即在而纷纷恭敬应声 此时此刻 望着那片虚空的曾经雷神圣地众人 只觉着五位高高在上的太上长老 与曾经心目中的爵士存在完全不一样